经常不车撞的人应该都知道 只要还活着 不是穿越就是获得强大影响 而我们男主刘峰恰巧被系统选中 妥妥的天命之子 丁宿主生命仅剩3% 三分钟后即将隔屁 就在刚刚 由于男主登电于时速超过250 不幸被火车撞飞几百米 看着呲牙咧嘴的刺激 男主心里面一万头马奔腾 这特么太欺负人了 他是在嘲笑我吗 想起自己还是处男 顿时心有不甘 只见刘峰蠕动着残破的身躯 使出吃奶镜去点手机里的种子文件 哪怕就看一眼也死而无憾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当先血染红 手机那一刻 刘峰便失去了知觉 丁检测到市区城市基因病毒大规模扩散 社会秩序崩溃率99.87宿主生命垂危 避难所APP绑定 身份低等平民 启动B计划维持生命状态 给予最低权限 末日难民 下一秒 一股子腥胃直冲天灵盖 刘峰微微睁眼 这是 卧槽 黑丝大长腿 我特么不是在做梦吧 女人温柔的声音传入耳中 听声音是在打急救电话 刘峰小心翼翼的侧身 过槽 好球 看到微微眉眼的刘峰 美女急忙询问 你醒吗 有没有失 美 美女 其实我还没醒 感受着腹部传来的骚动 美女没好气的说道 快丢起来 别逼我删你 文言刘峰一个 李渔打挺联盟道歉 我真不是故意的 刚刚就是 头有点痒蹭了蹭 我叫刘峰 是饱了吗宋餐员 谢 谢谢你 随后 美女也站起身来 两个不知名球体 从刘峰眼前 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那很巧 我算是跟你同公司的吧 饱了吗 分公司总裁凯莉 很高兴认识你 卧槽 这身板 好大 看着身前 恶努多姿的女人刘峰 瞬间没回个闪 眼珠子瞪得跟同龄一样 当凯莉说话结束后 刘峰这才想起去找手机 查看其手机订单 凯莉一顿鄙 心想 别人上班是赚钱 这货上班 纯属要命 真是离不给他妈开门 谁知刘峰压麻呆住了 这是什么玩意 宿主将在两分五十秒后死亡 建议吸收旁边的店员 恢复生命 看着自言自语的刘峰 凯莉还以为这玩意疯了 急忙又打起了急救电话 听见莫名其妙的声音 刘峰四处张望 这个声音很熟悉 是刚昏迷前 脑袋里出现的声音 如果是真的 那意思是 两分钟后就会驾崩 随后 刘峰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艰难地爬向旁边的轿车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车辆是有电源存在的 只见刘峰轻微吐摸 一道道闪电悄然将至 伴随着光亮 劈啪作响 听见身后的动静 凯莉猛然回头 刘峰却早已不见身影 原来是因为车子能量 被吸收完全报废 又害怕车主来找他赔偿 拼命逃离头也不回 跑了几条街后 刘峰细细思索起来 刚好像是吸收车里的 电能量 所以恢复了伤口 难道是要变身闪电侠 来拯救事件吗 拿起手机看起了说明 原来是生命数据化了 电能转化为积分 通过积分恢复了伤口 记得这个手机 是他从二手市场购买的 怎么能有这功能 考虑许久 既然都恢复满血了 就没有再想下去的必要了 一声动耳的铃声 打破了此刻的宁静 是女友的来电 手机那头传来的 女友不耐烦的责骂声 询问刘峰这个死扑街 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原来是沈倩啊 刘峰挠挠头 用心解释起来 表明自己一会 还要去医院看妹妹 不能再陪女友 谁知女友恶狠狠地说道 又是你那死鬼妹妹 如果你没有时间陪我 那我们就分手吧 听到分手 刘峰十分诧异 平时对女友都是百依百顺 为什么今天会这样 文言刘峰急忙挽回 舔狗的精神 让其发挥到了极致 只可惜 女友并没有买账 不断嘲讽刘峰 又穷又小 还不持久 丝毫没有犹豫 挂断了电话 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刘峰顿时失望透顶 心想自己 借了一辟不债 最心爱的电驴也坏了 女朋友也没了 此刻他身心俱疲 真想世界末日 这样就不用还债了 突然想起 自己现在起码还有这个系统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用途 经常看小说的他明白 这是上天对他的眷顾 有了系统肯定能还清债务 成为人上人 就在这时 手机再次响起 一看原来是妹妹的语音空话 刘峰急忙接听 最终只听到妹妹不断的哭就声 询问后才知道 医院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人 见人救药 刘峰表示 妹妹不要担心 藏起来 自己马上就来 经常被割撞的人应该都知道 只要还活着 不是穿越 就是获得强大音乐 而我们男主刘峰 恰巧被系统选中 妥妥的天命之子 紧接上级 男主收到妹妹求救信息 此时他垂胸动足 距离医院几百公里 电车刚被撞得稀碎 就在他绝望之时 丁 是否消耗积分 五十点改造修复电车 五百米外树林里 一处能源点可转化积分 系统声音突然响起 刘峰跟随系统导航来到此处 一辆黑色的商务房车 出现在眼前 还没等靠近 车上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令刘峰没想到的是 车上竟然是刚通话的女友沈倩 只见猥琐的老头 对着女友不停地上下乱摸 还口出狂言 想看看深浅 面对老头的疯狂 女友沈倩更加骚首勿资 三秒过后 老头正名的表情 显然是非常到位 完事过后 女友既然提出 老头能够帮他购买人工芯片 就是老头脑壳的那玩意 只因如今是科技时代 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进基因 AI科技 而人工智能芯片 就是科技发展的捷径之一 昂贵的芯片 只有富人和中产阶级 才有购买能力 然而 芯片能够进入虚拟的现实世界 活脱的透视能力 就连心跳也依赖无语 老头表示 这都不是事 只要能伺候好自己 没多想 女友又一次扑倒老头 正当深入交流之时 只见老头听到车顶动静 微微叉起来 这特么是有脏东西 一到黑影突然的出现 老头背下的嗷嗷大叫 车内顺时在门 偷摸的修复电车 刘峰倒是没有 骑行场车内 倒是听到车里 有熟悉的声音 一时没多想 修复结束 立刻逃离现场 丁 电车改造完毕 速度提升30% 剩余300积分 行走在路上 刘峰不断思索 刚吸干汽车电源 转化为系统积分 然后用于改造电车 似乎是等价交换 感受着风驰电车的速度 心想这系统 还是挺人性化 修复电车 并改造了电驴的速度 岂不是以后跑外卖 就更快了吗 容我所思 想我所改造的难力 看来自己是得到了 不得了的系统 没过多久 刘峰终于来到医院 蓝鸟医院确实够蓝 将车安稳停下后 眼前的一幕 让他震惊了许久 平时人声鼎沸的医院 此刻竟然如此冷清破败 空气中 还伴随着浓浓的血腥味 刘峰心想 是不是恐怖分子 袭击了医院 随后快步上前 进入后才发现 室内比室外更加诡异 楼道不见一个人影 地面墙壁血痕累累 用手触摸仔细观察 这些还有温度 这到底发生什么了 正当刘峰思索之际 啪的一声 身后安全通道门 被人打开 只见这人摇摇晃晃地 爬到地上 嘴里不时哼紧 罗罗 我的狗 在哪 文言刘峰急忙上前询问 先生你没事吧 可惜回应刘峰的 只是重复的那几句话 我 我的狗呢 刘峰瞬间不淡定了 谁那么知道 逼狗去哪里了 刘峰低头仔细一瞧 挖眼 这是什么鬼东西 随后争鸣恐怖的丧尸 一跃而起 身躯早已残破 不看的他 张大女犯 狗在哪 看到颠颠撞撞 向他扑来的怪物 刘峰毫肚子 下出督征 下意识地躲闪 让丧尸 无防被直兵艇的 一脑门撞在墙上 颠倒在地的刘峰 猛然抬头 挖槽 又是黑丝眉骨 连忙坐起身 细细打量 原来是妹妹的 组织大夫李医生 刘峰丝毫没有察觉 哪里不对 以为是遇到熟人 亲切地上前 抓住李医生的手 不断诉说刚才的经历 随之一个带血的 紫色不明物体 啪哒一声 落到刘峰的手臂上 刘峰急忙看去 愧吗的是舌头 只见李医生 面部腐烂不堪 目光包序地丝合 一股令人作呕的 恶臭味 哭妙怀 阵阵哀嚎和磨牙声 令刘峰不寒而立 眼看李医生 即将深情的脸对脸 此时双腿 脑椅不停舌 直到退到最后的墙面 已是无路可退 看到即将袭来的 两个怪物 刘峰依旧不停呐喊 让其不要过来 谁知他的喊嚣 并没有奏效 眼神一瞥 远处更多的丧尸 被他拭起 只见一大群丧尸 争轻复地扑面而来 我擦擦擦擦 刘峰顿时感觉不好了 怎么一下来这么多 就在危险存亡之际 身后的门 被打开一道口子 眼看丧尸 离他只有0.01毫米 刘峰也顾不了什么 急忙起身进入房间 丧尸们依旧前赴后继 不停地推 强大的力道 让其狐狐死撑 流风心想 他们冲进来 自己肯定就死定了 说什么也不能放弃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正当他绞尽脑汁 思考应对之策时 身旁的电脑吸引注意 这是监控师 看着熟悉的画面 系统的声音随后响起 丁 警当 该女孩已处于变异阶段 怎么是妹妹 心童 你敢相信吗 男主仅用一根拖把和匕首 竟然合成附加火焰的长矛神器 就在刚刚 流风通过监控 看到即将变异的妹妹 心想如何前去搭救 可身后的丧尸 并不想给她机会 依旧不停地撞击房门 丝毫没有任何疲倦 只见流风灵机一动 心里不停召唤起系统 久违的声音随后响起 丁 任务触发 请难民查收 抉择任务 一躲在当下狗活 两天内生存率95% 两天后饿死 二 到达地下室拯救妹妹 生存率5% 存活成功奖励1000积分 看着系统面板 流风吐槽自己总不能等死吧 这任务有选择余地吗 我选二选二 真特么的无语 选择过后 系统面板果断弹出一张 前往地下室地图 丁 地图请查收 出门左转50米的洗衣室有入口 流风一阵无语 系统是想把自己玩死吗 自己这小身板出去 都不够给丧尸塞牙缝 正当流风走投无路之时 身旁的扫把 引起了他的注意 系统这老六不靠谱 现在只能自救了 随后流风快步上前 拿起托把棍 原以为他要放手一搏 谁知托把棍 竟然被他穿插到门把手上 紧接着又搬来桌子 做完这一切后 流风苦思冥想 突然有了灵感 既然自己能够改造电车 那么眼前的装备 是否也能改造 话不多说 流风埋头苦干起来 但却没发现 瘦小的李医生 已从空隙里钻了进来 依旧沉泥改造中的流风 显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将至 只见起身的李医生 恶狼故事般的转向流风 距离流风 只有0.01毫米之时 一道白光悄然出现 丁 恭喜宿主成功合成 地级火焰长矛 刀柄上附加火焰 削铁如泥 可轻易斩断丧失肉体 伴随着 李医生瞬间原地去世 流风长舒一口气 还好自己经常锻炼 手速够快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仅利用拖把 小刀和电瓶油 合成了武器 看着卡到门口的 众多丧尸 为了妹妹眼前的一切 都将化为乌有 只见流风挥舞着 手中的藏矛 一顿操作下来 整个走廊内 已横尸遍野 血流成渠 完全没有任何生命地下 就连地上的小墙 也无能信念 杀出重围的流风 终究是没有忍住 吐吐起来 眼看眼前的杰作 难道这就杀人后的 不是感冒 仔细想想 这些玩意 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了 于是气势汹汹起身 打算前去救妹妹 挡握者 灰飞烟灭 跟随系统导航 终于找到洗衣室 进入其中 流风直接压麻呆住了 一股子骚臭为扑灭而来 这特么的 明明是洗衣口啊 怎么跟自己想的通道不太一样 丁 系统提示 这就是通道 医院将衣服从此 送入地下二层洗衣间洗涤 为了妹妹 流风只能自认倒霉 强忍着味道爬了进去 由于比较辣眼睛 流风一时没能把握住 脚一划 便从通道里掉了下去 自由降位的冲击 直接散下了身上的护杂 惊人的尖叫 好似女朋友第一次蹦迪的样子 一声巨响 流风稳稳落地 多亏了有一次垫背 不然就大结局了 流风艰难地 从通道口爬了出来 猛然抬头 却发现 妹妹背起个全副武装的人 像狗一样的 搭绳子拴着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竟然对着丧尸深情拥抱 就在刚刚 流风来到地下二层 发现妹妹的踪迹 全副武装的众人警惕前行 漫长的走廊 安静的连自己的呼吸 都感到清晰可闻 诡异的环境 让人直发毛 拉着妹妹的人 也时不时转身观察 原来妹妹已被感染 但还有几分意识 显然还没有彻底变异 大家注意警戒 听闻原来是副队 只见副队扭动着身躯 缓缓走来 刚刚侦察前方有异动 立刻联系总部增援 我总觉得不对劲 加速前进 眼看妹妹就要脱离视野 刘峰再也忍不住 大声呼喊妹妹的名字 心童 突如其来的声音 打断了众人前进的步伐 正当刘峰气愤的打算冲向前时 却感觉自己 被什么东西死死的拉扯 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黑暗中并看不清来人 一把大手紧紧的捂住她的嘴巴 难道是丧尸 正当刘峰不停思索之际 武装部队已经开始 到处寻找她的位置 不断靠近 但却没有人注意到妹妹的变化 刚刚听到哥哥的声音 哥哥有危险 纵横交错的血管 不断蔓延开来 星红的眼睛 散发出阵阵寒芒 此时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没有人能动摇 她保护哥哥的决心 只见心童微微发力 坚硬的手铐 瞬间破裂 前方的倒霉鬼 还没来及喊出声 带着刚吹的头 直接被粉碎 此时 妹妹已经完全变异 突然的变动 让众人一时愣神 吃惊地看着这一切 看到队友的弹状 众人立刻提枪 开始疯狂 万万令众人 没有想到的是 妹妹变异后的速度 竟然如此快 一梭子过后 早已不见踪入 抬头看去 原来是逃进通风管道里了 正当想着如何追击 谁知楼道拐角一群丧尸 扑面而来 不好枪声引来的丧尸 大家快撤退 副队焦急喊道 并拿出武器不停抵挡 楼道刹那间乱作一团 疯狂的丧尸前赴后继 眼看着队友一个个不断倒下 被丧尸撕咬 副队 快跑 不要管我们 此时在远处角落处的 刘峰听到声响 心想自己今天要完蛋了 前有狼后悠 现在还被什么生物牢牢控制住 感受着逐渐靠近 恨默的他要咬我们 扑刺一声笑 原来是医院保安老张 由于远处丧尸的威胁 老张并不敢太肆意妄为的 放声大笑 非憋的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询问才知道 原来是有人引爆了病毒炸弹 佩戴芯片的人 会变为嗜血的丧尸 老张表示自己也是看新闻才得知 听到如此炸烈的消息 刘峰心想 那岂不是很多人都会一变 再去感染别人 世界末日 老张随后又说起妹妹的遭遇 当初就是自己带她到地下室后 打算拥闭 随后被外面的几个军人劫走的 这是门外隐约听到丧尸靠近 老张表示 让刘峰先走 自己留下断后 文言刘峰急忙拒绝 心想 拥有系统的自己 有能力带着老张一起逃离 我被咬了 老张无奈地说道 看着开始腐烂的身躯 刘峰心情震惊又复杂 不 不老张 我们应该还有办法的 忽然一把大手落到刘峰的头上 老张表示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几个月相处 一直都把你和妹妹当做亲人一样 我会挡住他们 你从后门走出去找妹妹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走啊 老张不耐烦地喊道 此时刘峰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悲伤如潮水般涌来 心里好痛 泪水不禁滑落 对不起 老张 看到不断跑远的刘峰 老张也是敢叹起来 臭小子 平时没少强塞外卖给我 害我没少被领导批评 好好活下去 这个乱世 就需要你这种热血的臭小子 再见了 刘峰 再见了 这个世界 我们来生当亲兄弟 不知道跑了多久 系统声音随之响起 丁 检测到附近有治疗妹妹疾病的血清 任务发布 A 从员工室的逃生梯 离开地下研究所 生活率90% B 前往实验室 寻找血清拯救妹妹 生存率15% 完成A任务奖励战斗服一套 完成B任务奖励避难所图纸 此时刘峰愤怒地喊道 闭嘴系统 我选B 丁 由于B通道检测到三只丧尸 此处无必行优势 宿主的战斗力不足 建议放弃任务 听闻刘峰并没有犹豫 丝毫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别他妈小看脑子 只见刘峰一跃而起 一脚狠狠地踹到最近丧尸的脸上 刘峰用尽全力 一个横扫千军伴随着火焰 最后一只丧尸的头被成功分离 看着手中的武器 长矛早已破损 显然是耐久上线 但他并没有过多停留 不过多时便成功到达目的 听到声音 刘峰急迫推门进入 一眼便看到远处摆放的血清 这就是血清吗 妹妹在医院一直保守治疗 自己也没有钱去买这种血清 既然系统认定能够抵制妹妹的疾病 那一定可行 想到这里 刘峰正要上前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到刘峰面前 突如其来的变动 把他吓得连连后退 冷汗不自觉地遍布全身 还没等他反应 身影瞬间出现在眼前 仔细观察原来是妹妹 空洞的眼神 猙獰的表情 为什么妹妹会变成这样 没多想 刘峰主动一步上前 抱住狂怒的妹妹 心童 心童 哥哥没用 让你变成这样 此时 只见刘峰拥抱得更紧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就剩妹妹一个亲人了 都怪自己来得太迟了 心童 心童 刘峰不断地呼喊着妹妹的名字 哥哥不能失去你 哥哥没用 哥哥来迟了 一时间 妹妹好像是被从黑暗中唤醒了 眼中流出血泪 颤抿身躯 哥 是你吗 我好痛 此时刘峰再也不能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放声大哭 你敢相信吗 女人当着男主的面 割掉了自己的上衣 紧接上级 便一妹妹被刘峰摟露怀中不断安慰 眼看逐渐恢复神智 下一秒 痛苦的惨叫声接踵而至 见状刘峰慌不择路 只能不断呼唤系统 文言刘峰没有毒欲 伸手就去触碰 拿下血筋的那一刻 让他意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 听到系统警报 样品被刀 研究所将十分钟后自我爆炸 正当刘峰想着如何应对之时 一道身影打破了他的沉思 现如今 心童已完全失去理智 掐住刘峰 打算咬那么一口 就在这千军仪法之际 刘峰果断掏出血筋 对准妹妹的脖子用力一扎 紫色的血清随着血管不断蔓延开来 下一年 心童像是做错的孩子 声泪俱响 正当刘峰庆幸成功之时 妹妹再次陷入昆厥 听到警报声 刘峰急忙抱起妹妹准备逃离 系统声音突然响起 整件妹妹任务完成 妹妹的便宜暂时中断 奖励一千几分 避难所图纸一章 决责任务 一 放弃妹妹从洗衣口逃回一层 存活力100% 二 以达地下研究所杂物间 听闻刘峰并没有丝毫猶豫 果断选第二条 系统导航随之弹出 眼看离爆炸将至 刘峰没多多停留 抱起妹妹更打算跑步 随之门口诡异的身影打出了去路 刘峰仔细看去 原来是刚刚抓捕心童的女士兵 只见身影不断低 危机关头刘峰并没有想太多 还表示实验室马上爆炸 要带着女士兵一起逃离 警告 不如其来的提示 使得刘峰郁闷不已 因为系统并没有标明位置 危险无处不在 就在此时 女士兵竟突然撕开自己的上衣 刘峰被真一举动 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于是放下妹妹 猥琐地走近女士兵 并地动到墙上 表示自己的该死的妹妹 有什么事怎么安全了 在进入深入交流 此时刘峰依旧沉溺在幻想中 却隐约感觉到 脸颊弹在柔柔 定睛一看 许多触手凭空 从女士兵的胸头里生长出来 一秒上天 一秒第一 此刻刘峰被吓得呆愣在地 注意看 男主仅用破旧的杂物间 打造了一个超级末日避难所 就在刚刚 女士兵突然一变 并不断依视着人形的猎物 只见刘峰默默地抱起妹妹 并失落地讲道 对不起 打扰了 温馨提示 这是突变形丧尸 危险程度极高 听闻刘峰一个闪现 带着惊弹的表情 拿命狂奔 变异丧尸紧追其后 就想给刘峰买个爱的抱抱 由于抱着妹妹 严重影响了逃跑速度 还没有持续太久 就被变异丧尸牢牢抓住了 刘峰急忙呼叫系统救命 周围没有材料可以合成武器 宿主耗自为之 惊风之下 变异丧尸手上的速度 并没有停下 张开胸 拉扯着刘峰 就想让其体会 什么是包容 见状刘峰知道自己 给此真要BBQ了 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审判 就当触手离刘峰 仅剩0.00毫米 听到响动的妹妹终于苏醒 一个大逼斗 把变异丧尸抽飞机迷远 并大声呵斥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丧尸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抢破哥哥 做如此羞耻的事 听到警报声研究所 还有三分钟就爆炸了 刘峰急忙阻止了妹妹的输出 令刘峰没想到的 是被抽飞的变异丧尸 瞪着一下就站起来 见状妹妹一步上前 就打算教训这个糟糕的家伙 刘峰连忙拉住 再不跑都得交代到这了 于是趁变异丧尸没有反应 抱起抱走的妹妹 闪身跑出研究所 警报通报还剩两分钟爆炸 他必须要抓紧 前往杂物间不顾一切的分头 19秒 24秒 根据系统导航终于到目的地了 13秒 急迫推门 8秒 此时追击而来的变异伏尸 不断撞击着房门 刘峰急忙让妹妹先顶住 4秒 刘峰即刻召唤出系统 刺眼的光芒从手中浮现 直见刘峰跨越楼梯一跃而下 对准地面 花费500积分 生成避难所 1秒 伴随着光纤不断覆盖整个房屋 此时医院外 一声爆炸巨响 已经引来了无数目光 火光冲天 杂物间外已经看不清变异丧尸的身影 在浓烟中不断被高温消融 刘峰缓缓睁开半只眼睛 耳朵早已嗡嗡作响 烟雾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眼睛一看 一座钢铁避难所 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恭喜宿主 一级避难所已展开 杂物间改造成功 抵抗了爆炸威胁 末世避难所开启 2025年病毒横行 丧昆崛起 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男主流风意外获得系统 并打造了一座最强末日避难所 不仅拥有干净的水电能源 还有科技满满的种植基地 高冷女神 青春萝莉 通通都是男主的私有资产 就在刚刚 男主终于通过系统 把杂物间改造成了避难所 观察后却露出失望的神情 对着系统不断吐槽 又小又破 温馨提示 该避难所目前一级 请通过升级来扩大避难所 文言流风急忙查看妹妹的情况 只见妹妹再次陷入昏厥 可能是刚刚爆炸导致 将妹妹安顿好后 流风尝试利用系统修复 破锁的电脑 花费57分 电流不断汇集到手中 一段操作过后 修复电脑中 电脑已经修复完成 已连接上网络 流风默默思索系统的强大 真是小老杂屁 开眼了 随后便询问妹妹现在的情况 由于妹妹原有的黑血病 与芯片基因病毒 发生了混合变异 新型血清已暂时起到延缓的作用 流风表示 有了这样的血清 外面的丧昆 是不是有救了 这种血清 对普通感染芯片病毒的人无效 只能抵制黑血病感染者的 混合变异进程 混合变异一旦完成 会比普通丧昆更加可怕 系统将这类黑血病感染者 成为变异重 流风再次问道 刚刚那位变异的女士兵 是属于变异者吗 那只是普通丧昆的突变形态 黑血病患者变异者 属于另外一种物种 一旦诞生就处于食物链顶端 流风心想 血清既然只能暂时延缓 她可不想让妹妹 变成那种可怕的怪物 于是连忙上网查询 有关解决病毒的方法 搜索后才发现 外面早已乱作一团 这时 由M国发起的病毒战争 全球感染人数高达50亿 每个地方都出现大规模昆变 政府早已崩溃 人类面临灭亡的境地 流风越看越心惊 五花八门的热点新闻 都是讲述现有的实际情况 并没有寻找到 能够解决病毒的方法 流风急忙寻求系统帮助 她可不想妹妹变成怪物 把最后一点希望 寄托在系统身上 末世避难所为您服务 只要将避难所升级到五级 解锁并建造疫苗研究中心 就能彻底治愈您的妹妹 流风急忙打开避难所面板 查看研究中心图纸 抱歉末运难民不配看高级图纸 请努力提高头衔和避难所等级 让一级的研究图纸 全部建成才能升级两级避难所 流风瞬间遭受一万倍打击 都是老六 为何系统如此老六 流风打开系统商城 仔细观摩起来 却发现商城的东西 不是一般的鬼 还有提示 通风管道损坏是什么意思 急忙询问系统 爆炸正坏的通风管道 不及时修复五小时后 宿主将会窒息而亡 建议兑换商城全新通风管道 文言流风没有耽搁 找到管道入口 按照系统提示开始修复 三十积分改造修复通风管道 正在修复中 只见通风口 以肉眼的速度开始不断融合 通风口修复成功 任务完成奖励个人声望加二 听闻流风兴奋不已 因为他惊奇的发现 根本不用浪费积分 在商城里直接购买物品 在现实中 寻找避难所升级 所需要的物品进行改造 这样就能省下积分 来买关键图纸了 于是流风马不停蹄开始了操作 直到找不到 所能改造的物品后 流风又陷入沉思 末日才刚开始 经常看小说的他明白 现如今最重要的 还是水和食物 没有这类物资 再怎么高端的避难所 最终还是别人的嫁衣 于是流风下定决心 要在这个末世 能有一席之地 手中的润滑油 没有抵挡住此刻流风的激情 直接炸裂 听到响动 妹妹从昏厥中逐渐苏醒 流风惊奇地发现 妹妹此刻已经完全 恢复正常人的状态 手中的润滑油 不自觉地滑落出去 妹妹睁开眼睛 仔细地打量起了眼前的流风 看着她手中某不知名的液体 随口一声变态 听闻流风急忙解释 妹妹你听我狡辩 并非你想的那样 伸手就打算让妹妹科普一下 只见妹妹连忙躲闪 并不想听流风狡辩 随后一阵打闹声 从避难所传输 次日清晨 一架军用直升机 出现在医院上 伴随着轰鸣声 飞机上的成员拿出定位器 并表示目标信息还在住边 紧接着 全副武装的队友 避难存天而降 如果在漠视 有人被丧树围攻 寻求你的帮助 你会怎么做 紧接上级 因为流风手中的某不知名液体 让妹妹误会很深 于是只能不停地解释 殊不知 妹妹早已去见周公 此时系统声音从脑海里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活过了一天 获得一次新手抽奖的机会 听闻流风并没有觉得意外 他深知系统的强大 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 看到转动的轮盘 流风心想 以自己欧皇体制 一定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东西 下一秒 系统说明震撼了他的三观 竟然是病毒疫苗 流风不停地打量起眼前的东西 感觉自己又行了 有了此等神器 拯救世界 指日可待 疫苗是抑制芯片病毒的抗性 并不能将丧尸之欲变回人 宿主你想屁吃呢 闻言流风并没有失望 果断给自己来了一发 毕竟自己的小命要紧 新任务发布 购买发电室图纸 修建发电室 奖励100积分 没多想 流风急忙询问系统 地下研究所的发电机 能否修复成为避难所的电源 这样就不用花费大量积分 系统表示可行 但发电室能源核心被爆炸损毁 需要流风前往科研部16楼院长室 寻找备用能源核心 发布决则任务 一购买发电室图纸 修建发电室 奖励100积分 生存率100% 二 修复地下研究所发电室 前往科研部16楼 寻找能源核心 奖励900积分 声望加识 经验1000 生存率10% 流风突然想到 如果自己把避难所建成 大量招募成员 岂不是有机会能够成为偶像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或者多招收一些美女幸存者 前拥后报 正当流风还在幻想美好的瞬间 决心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所长 此时一道目光已经注意他很久 看着七口流血的流风 妹妹觉得自己的这个哥哥 已经无药可治 越发变态了 上次的误会还没有解开 这下真是糟糕透了 流风瞬间破防 下午的医院外 猙獰恐怖的丧坤三五支的组队 正寻找着猎物 殊不知 下水道有两只眼睛 不停地观察着这一切 原来是男主流风 避难所正门被爆炸石头挡住 无奈只能通过下水道回到地面 并且系统提示的生存率太低 他不得不谨慎对待 这次的目标就是 医院住院部 16楼科研部的能源核心 距离虽只有几百米 顶不住医院这种场合 变异后的丧坤 无处不在 看到丧坤不断抖远 流风急忙起身拉出妹妹 原本这种行动 一人完成最合适 目标少 还有利于逃跑 耐不住妹妹的黏人的性格 最终才答应一起前往 在流风心里 妹妹终究是自己最亲的人 一起面对现实 也未必是什么坏事情 正当他们离目的地 越来越近之时 远处的求救生 打破了医院外的宁静 只见一小嘎嘎被丧坤围攻 看到来人 他大声呼叫 流风显然被这一举动 搞得不知所措 因为喊声 已经引来了数不尽的丧坤 在经过七七四十九秒的 内心挣扎过后 流风果断拉起妹妹逃离此处 因为他明白 莫氏不能当圣母 如果自己上去就 妹妹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 至于刚刚小嘎嘎的生死 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正当流风想得入神之际 转角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睛一看 原来是老张 如果身处末世 遇到至亲好友变为丧坤 会怎么做 男主流风果断劈开他的头颅 就在刚刚转角遇到熟悉的身影 看着完全变异的老张 流风默默展开包裹的武器 如今只有解脱 才是对好友最大尊重 想起和老张的点点滴滴 过去的他还是蛮可爱的 下一秒 钢刀出现在手中 这把刀 还是半天前杂物间收集物资所获得 通过系统改造 合成的C级火焰刀 不仅带有火焰 更是锋利无比 除此之外 系统额外赠予了 新属性点和天赋点 对于普通人枪械是很匮乏的 所以流风选择了力量加成 天赋选择 也是最符合自身的功夫大师 和超人提升 系统芯片不断合成 现如今 流风的战斗能力 已远超常人 再次消费积分 改造火焰刀的锋利后 果断冲向老张 一发热 横扫千军 人头落地 下一秒 心被深深的刺痛 此时并不忍心回头 毅然决然离开此处 感受着系统芯片的强大 流风并没有继续灭达其他桑坤 前往任务目的地 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边医院屋顶 大群桑坤不断发动攻击 然而面对枪名弹雨 完全没有招架门令 带着咆哮倒地不起 一道身影潇洒的前进 路两边早已失衡遍野 来人正式寻找队友的政府 特种作战死神第八小队长 李星 寻找将近一天 他万万没有想到 副队早已在之前的爆炸中 消失匿计 面对争吟的丧坤 丝毫没有影响前进的步伐 能当上死神队长 那可不是什么善茬 手中的冲锋枪冒的火焰 每次扳机的扣动 也是丧坤生命的倒计时 欣赏着队长战斗的英姿 队友果断停手 并非是担心浪费弹药 而是队长出手 根本没有他们什么事 一根淀粉肠的时间 身后的丧坤 早已死得不能再死了 听到队友的鳄鱼奉承 队长表示 粉丝既然喜欢吃淀粉肠 不要浪费这些丧坤的股价 拿回基地加工上车 队友觉得这一想法 简直妙赞 此刻刘峰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来到科研部 然而他并不知道 楼内早已乱作一团 每一秒都有幸存者 被丧坤无情的啃食 变态男主 竟然强迫小姐姐 跪地下喊他爸爸 就在刚刚 男主来到科研部楼 楼内早已沦陷 突出重围的小俩口 不断躲避桑坤的追击 正当小嘎嘎 还在幻想逃出生天后 就带女朋友 吃最爱美食草头梅菜扣肉 殊不知眼前出现的桑坤 完全没有给他 再幻想下去的机会 抱着小嘎嘎的头 就开始品味 如此场景 女朋友下意识 拍打着紧握的双手 听着小嘎嘎痛苦的呼救 女朋友头也不回 准备逃离 在生死面前 爱情一文不值 可谁知转身遇到爱 此刻他终于意识 是谁在一直保护着自己 后悔的眼泪 不争气地流淌下来 最终被冲上前的桑坤群 淹没其中 另一边一群幸存者 正在探讨着人生 这个看似胖子的胖哥 表示让身边的男孩 出去探探路 男孩姐姐显然不乐意 立即出来反驳 手无寸铁的幸存者 哪能是桑坤的对手 这时一道呵斥声 打断了胖子的动作 来人是院长秘书沙拉 婀娜多姿的身材 看得胖子春心荡亮 表示只要能陪自己一晚 就能够放过男孩 文言其他幸存者坐不住了 都是大家民主投票商量好的 只要男孩出去探路 众人便都能安全地逃离此处 沙拉知道 漠视人性有失比桑坤更可怕 等不到答复的胖子 显然不耐烦了 要求兽猴把男孩丢出去 听闻兽猴没有丝毫犹豫 抓起柔弱的男孩用力一甩 倒地声果然惊动了远处的桑坤 男孩急忙求助姐姐 只见桑坤不断靠近 男孩慌忙后退 此时姐姐被胖子拽住 让他无法上前 为了保险起见胖子 死死按住姐姐的嘴巴 生怕叫声吸引来桑坤 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丧尸扑倒 下一秒 沙拉突然一震 原来是男主和妹妹及时出现 看到轻松就能斩杀桑坤的勇士 沙拉像是被抽空一样呆萌地望着 并恳求刘峰能带他一起离开 看到周围五只桑坤 刘峰表示 只要你能喊一声爸爸 就满足你 于是沙拉果断跪在地下 颤抖了喊出声 听得刘峰浑身苏麻 精神痣的一下就饱满了 成功大师系统芯片 加载成功后 百出攻击架势 猎杀时刻到了 鬼妹的身影 无端在丧坤群里穿梭 一只强壮的丧坤 看准时机打算偷袭 下一秒 就被反应过来的刘峰拦腰斩断 由于攻击速度过快 失去下半身的丧坤 显然没有发觉到什么 毅然决然地 还在发动着攻击 刘峰握紧刀柄 用力上跳 发动火焰攻击 轻轻地贯穿了丧坤的腿态 角落沙拉偷偷地观摩了一切 内心早已燃烧起来了 又是一刀横劈 丧坤的嘴巴瞬间分离 沙拉忍受着内心的激动 想立刻上去 跟刘峰生猴子 带着刘峰的刀不转飞舞 打得丧坤节节败退 沙拉颤抖着身躯 没注意自己 早已站立不稳 刘峰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异常 依旧挥砍着手中的火焰钢刀 刚刚离开的胖子众人 又原路返回 走廊的丧坤太多了 根本没有机会逃跑 看到旁边撅个钩子 对着他们的沙拉 本是好奇 打算一探究竟 大妈缓缓走来 并不停询问他们 为何不跑 下一秒 露出二大爷突然复活的表情 并不是见鬼 而是看到刘峰灭 嘎丧坤的恐怖现场 身边的沙拉早已上高速 根本不在乎其他车辆 自顾自的飙车 战斗结束后 身体贪软的沙拉 像极了从外国环游的 八国女网红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这个男人简直丧心病狂 光天化日 竟跟美女做不可谣述之事 刘峰答完丧坤后 热情地做起了介绍 大妈急忙上前 表示要做她的贴身小棉袄 刘峰很是震惊果断 否决这无理的要求 听闻大妈瞬间沮丧 自己哪里比不上 旁边的小狐狸戒 文言胖子快步走来 并指着刘峰不断呵斥 别以为你小子 长得有几分姿色 就跟我抢你 大妈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存在 刘峰被这一举动 整得很无语 胖子依旧不断谴责 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见状刘峰并没有搭理 自顾自地去了解 旁人的情况 气得胖子吹鼻子瞪你 看到来人 姐弟赶忙致谢 胖子紧追其后 就想问个所以然 下一秒 刘峰出拳如风 胖子瞬间倒飞几百米远 起来后的 他早已肿腿出头 看到远处 头来嘎人的眼神 胖子像是被泄气的皮球 一言不谎 突然头被什么鬼玩意抓住 余光一扫 原来是自己的狗腿子兽猴 正当胖子命令兽猴 去教训刘峰这个糟糕的家 可谁知兽猴发疯式的一口 咬住他肥胖的身躯 定竞一探兽子早已一脸 原来是刚刚大伙一起逃跑 直到跑不动 兽猴才发现自己跟大伙的脱鬼了 这时烟雾缭绕的走廊 突然出现一位身姿曼妙的美女 并不停地挥手 示意兽猴过来玩 闻言兽猴两眼放光 丝毫没有任何犹豫不断靠近 只见美女用力撕扯上衣 不可描述的画面映入眼帘 谁知几条蠕动的触手突然出现 一言不合就给兽猴做起了 然而就是发生刚才的一幕 见状流风端起八米长的大坎刀向前重去 没等靠近突然旁观一景 只见一个照片 被兽猴嘴里吐出的触手抽飞老远 系统警告随即弹出 这个女孩竟然徒手扯掉了丧昆的舌头 这是什么操作 就在刚刚 刘峰被变异后的兽猴抽飞后 强大的力道使钢刀深深凹陷 下一秒 周围升起浓浓的雾气 身后诡异的脚步打断了刘峰的沉思 于是连忙转头挥刀应对 谁知锋利无比的钢刀被徒手接住 只见钢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立 伴随着嘶吼一张争鸣 恐怖的鬼脸出现在刘峰眼前 随之刘峰眼神一震 握紧刀柄 用尽全力上头 仔细看去原来是一只变异的女丧昆 然而引以为傲的最强 一击丝毫没有任何伤害 只见女丧昆伸出柔软的舌头 就想让刘峰体验一把亲吻的最高境界 突如其来的身影打断了施法 毅然决然地抓住女丧昆的舌头不断拉扯 将此之时身后的玻璃突然碎裂 武装小队接二连三地进入其中 随后只听到密麻麻的枪声响起 精准地摄入丧风的脑袋 到头后的兽猴依然顽强地哭向刘峰 与队长随即奋身一跃 抓住兽猴按道地下不停地摩擦 见识场景 刘峰内心感叹着女人真带劲 没等这些黑色的枪口对准的众人 刘峰急忙把妹妹护在身后 仔细打量原来跟之前抓走妹妹的一样的武装 队长冷漠地介绍起自己 并且询问副队的去处 原来副队刘颖画像最后出现的人正是刘峰本人 另一边胖子的求救声吸引了武装小队的关注 仔细查看确定胖子已被感染 然而胖子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旧不断地谴责起刘峰 并要求武装能把刘峰绳之以法 下一秒 黑色的枪口对准了胖子的脑袋 如今的末世队长可不惯着胖子这臭毛病 再废话 我一枪崩了你 此时身后的动静引起了队长的注意 队友也连忙汇报刚爆头的丧坤又站起来了 还没等众人反应 与丧坤的攻击随即而至 带着破空声直接贯穿了没来机躲避的几个武装队友 见状刘峰知道机会来了 拉着身旁的妹妹和沙拉撒鸭子就跑 此刻队长的制止声音是那么苍白无力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更恐怖的存在 一路狂奔过后 就连姐弟两人也跟上了步伐 正当众人还庆幸逃过一劫之时 弟弟的手臂引起了刘峰的注意 应当是当初丧坤扑向弟弟不小心被咬伤 刘峰正想如何开口告诉姐姐 周围突然雾气缭绕 系统警告随即出现 刘峰急忙查看四周 抬头却发现一只类似壁虎的丧坤 紧急着墙面 建议宿主立刻逃离此处 只见丧坤淡然的凝视着众人 不好了不好了 沙拉小姐姐又开始作妖了 就在刚刚逃跑的众人被便衣丧坤拦住去路 刘峰急忙拉起沙拉的手 只见沙拉老脸一红 瞬间坠落爱河 于是开始幻想孩子应该叫什么 搔手弄姿的扭动使刘峰一阵汗颜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进了谁家的黑舞厅 便衣丧坤好似受到了天大的侮辱 对准沙拉的钩子发动了致命一击 该死的字幕阻挡了粉丝爱看的画面 随即刘峰一把推开爱事的沙拉 抽出身后的大砍刀 伴随着火焰横扫 坚硬的舌头触手瞬间断裂 丧坤连忙收缩疼的嗷嗷乱脚 下一秒 时刻混音突然冒出两只丧坤 表示还要继续欣赏刚刚沙拉的表演 刘峰心想知丧坤愣的都成精了 拿起砍刀对准丧坤的脑门嘎嘎一顿乱戳 然而钢刀被丧坤轻松的抓到手中 刘峰仔细打掉 吓出一身冷汗 这又是两只突变形 另一只丧坤贼嘻嘻嘻的来到沙拉身边 表示让其接着骚动接住 看着妹妹呆愣的眼神 沙拉以为孩子是被吓坏了 自己又不忍心独自逃跑 于是将妹妹紧紧搂入怀中 迎接着死亡的审判 然而这耳欲聋的枪声响起 看到来人原来是武装队长 李希 妹妹急忙抽出脑袋 大口大口的呼吸 听到刘峰的喊叫 众人急忙探拒 只见刚被爆头的丧坤再次顽强的起身 就在这时背着弟弟的姐姐发现 楼下的丧坤也轮着胃上来 生死存亡之际 刘峰发现旁边破旧的房门 赶忙招呼众人进入 前有狼后有 显然是死局 只能走为上策 逃跑途中 到底是什么原因 想到这里 刘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特点 难道是雾气 正当响的入神之际 身后突然一声巨响 只见一只便一丧坤破墙而出 牢牢地掐住弟弟的脖子 下一秒 被啃食的弟弟发出痛苦的喊笑 见状姐姐打算上前搭酒 却被刘峰拽住手臂 并表示弟弟已经被咬了 不要白白上去送死 面对刘峰的劝说 姐姐显然已经做好选择 并反问刘峰如果是你妹妹 你会怎么做 闻言刘峰一愣 姐姐便迅速挣脱出去 必然决然地冲向地里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半路便被另一只丧坤拦住去路 刘峰只能眼睁睁看着 此刻他也痛恨自己的独立 队长的枪声再次把他拉回现实 经过短暂的思考 刘峰拿起手中的钢刀 发动了火焰 黑暗的通道瞬间被照亮 令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身边几只变异丧坤 竟然都是被操控的对象 此时刘峰豁然开朗 原来最终的幕后黑手 就是爬到头顶的这玩意 类似于深海暗康宇一样 依靠触角来控制丧坤的行动 触角不断基本上被控制的物种 就不会死亡 文言队长没有二化端起手中的枪 发动猛烈的射击 精准的枪法完美的打中要害 触手断裂后 飞机被操控的丧坤倒地不起 正当众人庆幸成功之时 类似毙辅辅的丧坤对着墙地弹射 急速冲向出来 见状沙拉果断报警妹妹 这时队长已来不及射击阻拦 绝望地闭上眼睛 下一眼 只听到一声巨响 你敢相信吗 最强死神队长竟然被矛头小子夺去了初吻 紧接上级 面对变异丧坤的权力冲击 妹妹果断出手 一拳轰出 丧坤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瞬间被蹦飞到墙上 沙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惊掉了下巴 落地的丧坤扭曲着身体打算反击 只见一道身影飞速冲出 对准丧坤的脑瓜子一顿乱销 伴依不及 丧坤 系统声音随之响起 首次击杀突变丧坤系统奖励100点积分 看到隔屁的不能再隔屁的丧坤 妹妹一步上前 蹲坐在尸体旁边不停地打量 下一秒 蠕动的变异芯片从丧坤脑袋里抽离出来 没等刘峰阻拦 妹妹却张大嘴巴 一口吞咽下去 然而刘峰也没有再说什么 心里默默盘算 现在的妹妹到底还算是人类吗 正当督促众人撤离之时 却被枪口堵住去路 原来是队长目睹了一切 并要求回总部接受调查 表示虽然有过短暂的合作 但副队的事还没有结束 刘峰急忙解释副队的答完全是意外 听闻队长却没有丝毫动容 有什么话还是留去总部说 见状刘峰连忙指了指身后 并表示你的枪口指错人了 这小姐姐大大的良民啊 谁知下一秒 沙拉身体一软 活生生被吓晕过去 队长很是惊讶 自己什么都还没做 就在愣神之际 刘峰果断抓住时机 启动了功夫大师芯片 使出熟练的琴马甩 向队长猛扑过去 然而队长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经历过多次战斗的 他下意识甩腿攻击 刘峰急忙弯腰应对 顺手抓住了手中的枪 队长突然意识不妙 此此好强的近身能力 下一秒身体竟被刘峰牢牢的锁住 无法挣脱的队长随即转身 对准墙面用力一灯 强大的力道迫使两人摔向地面 在落地的瞬间 刘峰紧紧地抱住队长 此刻莎拉从晕绝中缓缓醒来 睁眼就看到如此辣眼睛的阴影 感受着臀部传来的异样 队长顿时气急败坏伸手 就想打死这个变态的玩意 刘峰见状使出琴马的最高武技 封口术 队长被这突如其来的招数 整得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 就被一只手拽住往来 正当队长想问候 这个糟糕的家伙坏他大事 却被莎拉的制止声所打断 莎拉表示你们想知道真相就跟我来 16楼院长是 推开房门 只见一只丧村端坐在椅子上 奇怪地打扰着众人 故事发出一阵低调 正是医院院主 刘峰果断上前送他上路 身旁的莎拉飞速地敲击着键盘 并向众人解释 自己是院长秘书 听说过他跟军方的一个代号神子的研究计划 没过多久终于找到了秘密文件 众人急忙看去 队长很是惊讶 居然是他 从文件解析到这项研究是卫生部长郑某 命令医院秘密研究 将一种病毒和血清同时注入黑血病患者体内 制造变异者已经有几百人失败死亡 刘峰回想当初见到妹妹的画面 应当正好是拿妹妹去做试验 被自己恰巧阻断了计划 队长拍打着桌面 愤怒地说道郑某就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 简直草劫人命 把普通人的命不当命 打着搜索附队为幌子 实际上就是抓你兄妹咬回去待命 沙拉急忙分析 这项实验存活率不到0.1% 应该是妹妹变异为了特殊变异者 才会被郑某盯上她 想到这里 刘峰决定不再考虑这些问题 现在的她有能力保护妹妹 绝不会让她成为别人实验的工具 于是连忙询问系统能源核心的决定 系统能源核心在你身后的保险箱 看到坚不可推的保险会 刘峰急忙询问沙拉可知道保险箱密码 沙拉表示当然知道 于是便不费吹灰之力 寻找到了此次任务的目标 任务完成奖励900积分 文言沙拉急忙询问 刘峰便没有任何顾虑解释了一切 突然便有了招募的想法 于是当着众人面不假思索地 说起自己的避难所 并邀请能够加入 一起末日生存 听闻沙拉立刻表示同意加入 反正自己也没地方去了 感受着沙拉崇拜的目光 刘峰有点飘了 依旧幻想着所长的梦 后宫加厉三千人 下一秒 一声意义响起 阿龙死神武装队长入伙 竟使出了美男计 就在刚刚刘峰邀请众人加入避难所 被队长果断拒绝 听闻刘峰很是诧异 队长表示凭自己的能力 完全可以在末世中存活下来 加不加入又有什么意义 看着油言不尽的队长 沙拉急忙上前不断劝说 结果被刘峰叫停 并表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 让你加入 文言队长很是不屑 那我就给你五秒组织语言的时间 可这一切都是刘峰情急之下下编编的呀 一本带着颜色的杂志安静的躺在保险会 心想队长也没这品号 紧接着仔细回想起 遇见队长的所有画面 武装 军人 下一秒 刘峰灵机一动 自己还有系统 剑状急忙消费积分 从商城购买了合成病 并改造成一张身份卡 淡然的说道 我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武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国家秘密特派调查员 也是国种计划责人 负责在墓室建立避难所 给人类留下希望的活动 文言队长被这一艘操作 整得一阵无语 竟特么瞎扯淡 就连沙拉也没忍住 孤刺笑出了声 刘峰不慌不忙地取出身份卡 是骡子式蚂蚁扫变质 于是队长接手开始扫描 政府S级人员 身份保密 就在队长半信半疑之际 见状刘峰感觉还差些火候 加大输出用力呐喊 都到漠视了 你还想着独自苟活 身为军人不是应该站出来 拯救人类 平定这个乱世的吗 结果越说越心虚 额头早已冷汗直流 以宁你这样逃避态度 也配做充满荣誉的军人 文言队长眼神越发凶狠 下一秒 一步上前抓住刘峰的肩膀 刘峰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了一哆嗦 你说得太好了 我就喜欢这样有责任心的男人 看着皮笑肉不笑的队长 刘峰总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队长表示能跟自己成为队友的人 都活不太久 希望你能够持久一些 听闻刘峰果断分析 自己日后定要做一个持久的男人 两名队友加入避难所 声望加时 首次解锁队友奖力200积分 队友技能请在见面查看 于是打开队友面板观摩起来 沙拉妥妥的专业秘书 有事找秘书 没事也能找秘书 妙哉妙奈 李星属于战斗狂魔 一人匹敌千军万马 突然右上的死神绰号引起了刘峰的注意 不过这也符合其特性 没多想看到心情竟然显示一般 刘峰很是疑惑 系统急忙做出解析 当心情显示为绿色 表示此人对避难所怀有善意 当心情显示红色时 表示对避难所怀有敌意 听闻刘峰表示 利用此功能还可以辨别那些 别有用心加入避难所的人和鉴别 简直太人心化了 事后众人一起来到16楼食堂搜刮物资 沙拉表示末世前存库管理 因为回家相亲要是正好由她为保管 也算是为自己的加入做出一份贡献 转眼看到妹妹端着牛奶向自己走来 刘峰回想起过去隔壁雪阿姨照顾妹妹的画面 心里默默想有机会一定回去看看 于是利用系统调出妹妹的面板 结果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很多功能竟然无法提现 单单看属性比自己不知道强了多少 打开自己的面板 果然通过任务和击杀丧坤系统奖励的也很多 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强 看着食物不足的提示 刘峰急忙询问起系统如果建造了食堂 可以免费产出食物吗 副主你想替制呢 食堂只负责制作 原材料还要商城换或者自己提供 就在这时一声所长从身后传出 沙拉兴奋地告诉刘峰自己找到了很多有用的材料 刘峰心想给妹妹做张床很是不错 谁知沙拉表示所长肯定懂自己的意思吧 是想做个蔬菜大棚吧 没等刘峰开口 队长急忙表示还算有点头脑 刚刚听说你要倒大棚 结果让自己发现了食物的种子 看来众人的想法还是蛮一致的吧 刘峰正要解释 队长却没有给她机会 要求去避难所看看 此刻刘峰遇徒无内 你们这是完全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啊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在末世拥有着全球食谱 叶加工食堂 还有着24小时供应热水的蓄水池 另一边还准备建设温室大棚 就是这地下城入口着实有些拉胯 这就是你说的地下城 刘峰满脸尴尬 这不上次爆炸正门被石头堵住 发现了备用入口 队长李星表示很好奇 该不会是烟菜用的地窖吧 刘峰抬头望去 下意识说道 避难所他很大 不是 很圆 没过多久众人终于来到目的地 看着空阔的钢铁避难所 队长李星震惊出声 果然很大 随后两女齐齐地望着刘峰 眼里充满了好奇 看着大变样的避难所 刘峰压住内心的机动 一天不见空间扩张了双倍 还多出了两个门 系统声音随即响起 在你外出时 避难所建好了食堂 额外搭配了水室和休息室 由于图纸占地较大 系统需要额外挖掘出空间 用来建设文言刘峰 自信地向众人开始了介绍 避难所都是由人工智能管理建设的 左边是休息室 中间是抽水室 右边是厨房 随后众人缓缓来到厨房 刘峰表示食堂电脑 已收录了全球所有的事物 只需要将材料交给AI 就可以加工出美味的饭菜 或者压缩食品 抽水室只要有电 就可以无限储存水资源 休息室自带浴室 全天24小时提供热水 目前可居住食人 听闻沙拉满眼放光 末世能洗个热水澡 简直是一种奢侈 更何况是全天供应 来到正门 伴随着指纹认证 大门缓缓打开 残破不堪的景色映入眼帘 刘峰表示 这就是当初爆炸 被石头堵住的大门 副队也是被埋葬此处 现如今需要通过此处 来修复能源核心 见状队长李星一步上前 这都是小问题 只见队长一声大喝 手臂机关被启动 一个科技十足的模块被取出 刘峰很是疑惑 没等解释 模块已被队长贴到废墟的石头上面 快跑 众人急忙回到室内 只听一声巨响 放眼望去通道已被炸开一道缺口 队长解释 这是特制的破门蛋 我们走吧 跟随系统地图 众人来到能源核心处 刘峰急忙进入 开始了修复工作 系统改造修复中 没过多久能源核心就被修复完成 以及避难所建筑都已经凑齐 避难所可以升至两级 修复过后 浴室内已经掀起飘飘 已经自动屏蔽掉了粉刺不爱看的画面 梁云享受着久违的放松与安宁 浴室外 刘峰正忙碌地开始升级避难所 开始升级 需要时间六天五小时 升级避难所后 能源将四个月后耗尽 请寻找新的能源 清洁所四张图纸 传送室 医疗室 作战服研究所 枪械研究所 听闻刘峰喜出望外 拥有系统简直开挂般的存在 浴室突然的响动 或使他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伸手触摸 却发现系统提供的备用制服 穿上才发现哪里不对劲 就连沙拉也干大地快扣出30一听 队长大声询问刘峰 是哪个老色皮倒的这玩意 刘峰看去一脸茫然 这是根据你脑中的想象制作的制服 没等开口 队长果断出击 一拳轰到刘峰脑门上 忍受着脑袋传来的剧痛 刘峰表示惹不起这尊杀神 急忙喊着开会 会议上 沙拉说明此次收集的物资 65个各类罐头 两袋大米 足够大火一个月的口粮 水源现如今不缺 接下来重要的是 寻找更多的食物和新的能源 接着队长李星补充道 物资可以到几公里外搜寻 刚刚经过医院 医药品反倒不愁 听闻刘峰很是惭愧 队友都已做好规划 比自己这个所长还要专业 于是淡然地表示 食物靠收集肯定是不行的 自己早已有了更好的想法 随即起身 跟我来吧 众人快步来到抽水室 刘峰说明了用意 准备在此处设立一座蔬菜大棚 健壮队友表示可以提供帮助 不用 看我的吧 系统 建设温室大棚 缺少必要材料 补光灯 营养液 水培种植用具 需要扣出100积分购买 是否确认 确认 下一秒 突然出现了全自动设 震惊了众人 只见设备迢迢去的开展 温室大棚 召唤两天后完工 解锁温室图纸 看着比军方的人工智能 还厉害的操作 队长心里已经默许了 刘峰真实的身份 医院外 一直还保留人类意识的丧坤 正被一个独眼女人堵在小巷 身后还跟随着两个恶狠狠的小弟 刘峰真的服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沙拉秘书 竟然半夜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敢问什么样的干梦 才能承受得住这样的考验 紧接上集 医院外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原来是末世后 组建团队的沙马特猎人 此次正是受邀卫生部长郑某的 悬赏追拿照片上的女人 没错正是第一集救助刘峰的大拨命 得知即将变异的胖子 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价值 古眼女当即眼神变得灵厉起来 可谁知下一秒 古十米长的狼牙棒出现在手中 反正胖子 嘴里还难难道 我敲死你这个老弟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次的敲击 胖子当即煮成猪头 心想自己是造了什么面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直到没有了动静 古眼女才缓缓停手 看着眼前的杰作 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立马出现 夜晚的避难所 刘峰辗转难眠 因为他正在经历史上第一大危机 原因竟是自己跟一群女人同睡一室 放谁能忍受得了内心的躁动 见状只能开始数起了绵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突然被一声一响惊动 刘峰立马用余光扫去 可谁知下一秒不可描述的画面映入眼帘 正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不料更劲爆地出现 或使他急忙转身嘴里还喃喃道 阿弥陀佛 色即是空 空即是损 可就在这时 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害怕吵醒其他人 刘峰并不敢喊出声 而此时沙拉已将刘峰牢牢握入怀中 刘峰按道你就是这么考验干部的吗 当即放下了伪装 事后刘峰小心出声 明明你一定要对人家负责 可是并没有听到想要的答复 显然是沙拉一游未尽 当即刘峰再次爆发 看着熟睡的沙拉 刘峰心情复杂到几点 次日清晨 顶着两个黑眼圈急忙逃离了作案现场 心想现如今默示不能止谈而你情长 强大自身才能够保护身边的人 接着便找到队长李星的枪支弹药 准备做一项实验 因为昨晚改造技能被升级后 系统说明每次改造物体会增加爆炸 麻痹 加速 坚固五个附魔效果 伴随着刺眼的电流 高费两点积分 子弹附加爆裂效果 一颗与众不同的子弹出现在眼前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按耐住此刻的喜悦 刘峰立刻开始研究起天赋 看着还没有加点的四点天赋和两点属性 立即合理的分配起来 感知加一 功夫大师加三 属性力量加二 恭喜力量提升至B点 当一条属性升阶时触发特殊加成选项 刘峰仔细打量起随机选项 下一秒 紫色的功夫大师全套吸引了注意 刘峰很是疑惑 这跟自己玩的游戏倒是有些相似 感受着欧皇附体 刘峰急忙做出了选择 可谁知剧烈的疼痛从手心传遍了全身 当即大口出现 好疼好疼 这时不受控制的手臂一拳轰出 刘峰冷汗直流 好在避难所比较坚固 感受着手臂传来的力量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可就在这时 刘峰被外卖订单声所打断 于是好奇连忙接听 暗道默示了谁还搞着恶作诀 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刘峰 万幸我还记得你的功耗 我是凯莉 现在只能联系上你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有陌生人向你招手 请千万不要靠近 因为他极有可能是一只男主的力量 想要吃掉我的丧人 就在刚刚刘峰接到凯莉的求救电话 当即出发救援 由于妹妹吃下突变体芯片后 便开始了昏厥 系统提示是进化的过程 所以只能安排沙拉留在避难所观察状况 同时此次外出系统也给出奖励丰富的任务 披静的小巷内 两刀身影正在迅速狂奔 刘峰紧绷着神经 因为诡异的环境 处处都伴随着危机的存在 可就在这时 远处大量的丧坤阻止了前进的脚步 两人果断原地修整探讨应对之策 好在出发前刘峰早有准备 当即把改造好的爆裂子弹交给队长李星 让其小心使用 自己也配有磁力手套 测试后发现能控制40kg左右的金属 还有后面改造的爆裂飞刀也能作为杀手锏 看着一言不发认真思考的刘峰 不料李星一步上前 嘴里还难难 你看孤男寡你的要不要做点有趣的事 话音当落 刘峰果断起身 并表示这玩笑可不心开 看到不远处的车辆 当即有了想法 随后两人急忙靠近 殊不知 车上还有一只嗷嗷带鼓的丧坤 车上锁了 我们换辆车吧 文言刘峰伸出左手 没关系 看我操作 这时只见丧坤口袋的钥匙缓缓扶起 嗖的一声从天窗飞出 稳稳地落入刘峰手中 丧坤很是猛逼 缓缓驶离的车辆只留下一坤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我特么车带还没缓完啊 急迟的车辆一路横推 油门踩到底数是过瘾 但我们男主却有些器材 差点没被摔飞出去 车速降下后 难得两人敞开心扉地开始交谈 李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还不断提醒刘峰一定要活得久一点 话音当落刘峰转头却发现有人向他们招手 仔细看去 竟是一只满嘴獠牙的丧坤 这样的物种明显是进化后的药 与此同时另一边商场里 猛烈地撞门使凯莉全身都在颤抖 不料身边的门窗没顶住开始滑溜 下一秒 一群猙獰的丧坤破窗而立 男人仅用一盒过期两年半的罐头 竟要求妹子陪她睡一晚 只因这是一个实物匮乏的末世 就在刚刚 躲避在商场的凯莉面临着巨大危机 争灵 一个丧坤 似嗅到了少女的芳香 一鼓满地破窗而入 狭小的房间早已无路可退 见状凯莉只能闭眼祈祷 可谁知下一秒 丧坤被一门棍敲的嗷嗷乱叫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群恰巧路过的幸存者 当即男人立马喊到撤离 逃跑途中众人进入一间仓库 身后的丧坤依旧情之不少 直到房门关闭 众人悬着的心裁缓缓落地 凯莉急忙上前致谢 我叫凯莉 多谢你们救了我 我就知道超市有人 总算是被我等到 说罢警察罗伊很示意问 原来是丧坤爆发时 凯莉几经躲避发现超市门口被堵死 周边也有障碍物 内部的卷帘门也是封锁状态 这才判断里面肯定有人 明显是赌赢了 话音当落警察罗伊表示 先带凯莉回聚集地 商场内部 嗷嗷逮捕的一群人 正焦急地等待 看到众人回归 大家急步上前询问 找了好多 够我们吃好几天了 就在此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打断了众人 这个女人是谁 凯莉急忙开始了介绍 话音当落身后的 小赵夫妇嘴里喃喃 如今我们食物短缺 怎么还邀请别人加入 听闻身边的红毛女 也跟着附和 这就是漠视的人性 而此时 身后脚步声响起 这是来新人了 只见三个魁梧小嘎嘎迎面而来 说把拿起包里的罐头 跟着哥哥混 保你三天饿酒顿 于是顺手搂住了凯莉的小蛮腰 还表示用罐头交换你夜冲箱 正当小嘎嘎还在 陶醉在幻想中时 不料凯莉反手给了一个大逼等 恨没得你个老逼等 竟想美事 被抽懵的小嘎嘎片刻过后 终于缓过神 起身就想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兔崽子 可谁知下一秒 却被枪口堵住脑袋 作为警察的罗伊 早就知道这是一群 附近越狱的犯人 这时小嘎嘎急忙 放下手中的食物连连后腿 表示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看到这一出 凯莉按道目前团队的不稳定性 还是得想办法 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即表示自己懂一些后勤 提议可以管理食物 此话一出 多数人还是急于肯定的答案 看着交谈甚欢的众人 远处的小嘎嘎露出圣人的神情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商朝外 一行人正在夺命狂奔 看着紧追其后的丧昆 按道这些丧昆子 忽然变快了 此刻背负同伴的大眉毛 相信自己命不该绝 因为曾经有算命大师告诫自己 遇难时大喊三声 粉丝爸爸 就会受到穿着红色衣服的贵人所避免 爸爸爸爸爸爸 下一秒 一只满嘴獠牙的红衣丧昆 突然出现在眼前 天要往往 只见队友一声大喝 快低头 抄气家伙当头一棒 不料丝毫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更加激怒丧昆 张开獠牙想了活吞粉丝当任的干儿子 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飞速冲来 原来是我们的男主及时出现 试过丧尸的都知道 其头部是最脆弱的地方 如遇攻击请不要慌 首先应抱紧大佬的头 任贼作服 其次大佬会手握飞刀 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的精准投射 丧尸脑袋必定原地爆炸 双击666 与此同时 没有被庇护的队友那就得遭殃 丧尸会使出一招黑虎掏心 然后深情拥抱 将头塞进汤臭的嘴 此时你应当远离作案现场 大佬毕竟是男主 对着丧尸一顿猛戳 就算刀被卡住无法动弹 也会有女主及时救场 对准护当就是一招鸡飞蛋打 可惜丧尸早已没有了命 利用净化过的手臂只需要轻轻一挥 再坚固的刀也会断裂当场 这时男主就需要释放大招 弃归丹田 忽认并行 一身见来 丧尸必将命丧黄泉 末世作战应当忌讳大街战斗和武器报废 声音也会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如想全身而退 自然36G走回上面 进入房间也要注意 首先需要做一个全套检查 不能粗心大意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房间里会有 一只丧尸的突然袭击 不要慌 瞄准头部控制力道轻轻一戳 危机自然就会解除 物理检查安全 就可以烧水做饭了 夜晚必须得有人指使 因为天黑是丧尸最为活跃的时候 如果没事做就要检查装备 预备明日的战斗 如果末世和陌生人单独相处 定要加以防范 并主动介绍 如遇贼没鼠眼的人 想让你加入队伍 请谨慎考虑 即便肚子饿得不行 也不要轻易相信坏叔叔 人要有志气 被投喂的食物和水指不定里面放有春药 毕竟在漠视男女平等 除非实在忍不住 当你还在为今后生死担忧之时 被人打断 并说明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记住这都是假象 因为对方既有可能使用美人计 把所在的避难所说的天花乱坠 还保证给你取个小媳妇 这时只需要担心自己的腰子 回归正题 刘峰在修车店不断搜索着有用的物资 当刀损坏必须得重新打造新的武器 看着眼前的电锯 刘峰突然有了一个很绝妙的想法 这个女人只应看视频不点赞 竟被一只码头怪阻拦去路 不仅拿电锯打开腰子 还要跟火将其练花 事情还得从修理厂说起 睡梦中的大眉毛被一阵吵闹声惊醒 起床才发现修理厂外早已湿闹为患 像极了热闹的响情现场 随即李星大喊出声 音乐工资三千八 有房有车只不佳 话音当落却引发了丧坤群的骚动 更有甚者已经暗门不住内心的躁动 兴奋的嘶吼 定睛一看 原来是被大卡车压住了脚趾头 只见一个在这门口 跟着车内的音乐一动 随着汽车不断驶 周边的丧坤也随之而去 突然李星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急忙喊大眉毛躲藏起来 可就在正式窗户外窜出几道声音 来人正是沙马特组织 随后红毛举起40米长的狼牙棒 正打算发动攻击 李星当即掏出大宝贝一阵突突 两名沙马特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瞬间毙命 小蓝帽看情况不妙打算逃跑 不料这一击野蛮冲撞顶飞出去 可谁知下一秒身后的响动 使得李星立刻警觉 当即转身应对 恰巧符合了敌人的划铲 接着举枪瞄准 殊不知 大眉毛等人早已被控制住了行动 真危险居然有枪 漠视可不好搞到枪啊 只见独眼女嘴里 喃喃地介绍起了自己 并表示敢开枪就杀光大眉毛等人 说着又拿出照片 询问众人有没有见过 然而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见状独眼女心生一技 表示要玩个有意思的游戏 喂 那边的女军人 咱们一对一不许用枪 击败我就让你们离开 说吧掏出腰间的尼布尔军刀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向女性 随着碰撞出声 独眼女冷汗直流 一只手拿电锯的码头怪出现了眼前 没等开口电锯直冲独眼女的腰子 侧身堪堪躲避 独眼女抄起军刀的手又停到半空 因为她看到诡异的码头怪嘴里竟然冒出火光 下一秒 灼热的火焰扑面而来 一声哽咽 独眼女被莫名其妙出现的玩意吓得连连后退 见状马头怪越加兴奋再次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随着电锯无差别的甩动 强大的力道迫使手中的军刀脱落 独眼女立刻出声 有种你不要用电锯 话音当落 马头怪再次发动了火焰攻击 抓住机会独眼女果断扔出军刀 然而给她三观的事接连发生 只见刀飘沽空中指不不前 接着又以催哭拉朽之势飞向自己 倒地的同时又被一只手牢牢的锁住脖子 这个女人简直太变态了 被男主刘峰用力锁住脖子 不仅没有求饶 反而很是享受这种窒息的感觉 并发出大家都懂事 身边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就在这时 一声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放一望去 一只全身火焰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映入 警告 突变力量型丧坤出现 建议离开此地 大姐头 有东西在袭击我们车队 只见丧坤缓缓举起一辆越野车 下一秒 用力抛射 伴随着巨人 坚固的墙壁竟被车辆撞出一道缺口 刘峰趁乱急忙搀扶队友撤离 大姐头不好 人质被他们救走了 这下怎么办 见状独眼女表情争鸣 邪恶复仇的计划从心中燃起 另一边商场 凯莉正悠闲地晒着太阳 可谁知在这时 击到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静静一看 来人正是恶霸三人组 只见三人毫不吝啬地开始到处抹摸 并出言陪哥哥玩玩美 当然你不同意也无所谓 因为我最喜欢看你挣扎的样子 说吧 另一个小卡拉米早已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不料桌上的果汁被瞬间拿起 恶不及防的攻击 使得小卡拉米满地打死 我的眼睛 看到同伴的一样 红毛徒手就想抓住灯泡 可谁知 身后的声音打断了其施法 紧接着三人便被暗倒在地 这才发现竟然被别人算紧 对于你这种威胁的人渣 就应该住进牢房 是不见光明 事后商城恢复了久违的安宁 你这家伙为什么要现实 原来就在刚刚 凯莉通过核算得知 所剩食物只够众人吃五天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 面对红毛女的质问 凯莉丝毫没有理会 阿婆你帮我给孕妇送点事的 顺便看看情况 喂 你还没回我话吗 随即凯莉迅速起身 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我做的决定 我也会亲自跟队去达桑坤找食物 你呢 此话一出 红毛女竟无言以对 警察罗伊也急忙上前劝说 这一刻 红毛女才真切地感受到被孤立的滋味 怨恨的小眼神油然而生 气氛地扭头离开 殊不知她竟然来到 关押恶霸的牢房 喂 你也讨厌那个女人吧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合作 与此同时另一边 撕心裂肺地喊叫声 把小赵下的差点魂飞魄散 原来是自己媳妇即将临盆 并淡定地准备亲自接生 可谁知下一脑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东西 震撼了她的三观 不好了不好了 小妇婆凯莉要失身了 就在刚刚孕妇小华生下的东西 让其丈夫大开眼界 正巧身后脚步声响起 原来是送食物的老奶 走近后 眼前的场景瞬间 治好了老奶多年的青光眼 当即大声尖叫 见状丈夫小赵急忙解释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话还没说完 就被突如其来的触手 贯穿了身体 亲爱的 为什么 而此时目睹 全过程的老奶 早已下了大小变世界 嗷乱叫 听闻动静 众人急忙急和打算查明真心 可却没人注意到 身后红毛女的异常 来到此处 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景象 只见变异后的孕妇抱着老奶 嘎嘎一顿乱啃 受伤的丈夫还在极力阻拦众人 好在警察罗伊还有武器 对着丧昆的指引就射了两发 可子弹穿透脑袋 丝毫没有任何作用 不料变异后的孕妇小华 就像是一只毛补悚然的蜘蛛 依旧生龙活虎地冲向众人 这时大火才恍然大悟 这特么就是一只突变丧昆 撒鸭子就跑 凯莉暗道队伍里竟隐藏了这一大隐患 可能老早就被丧昆感染了吧 而此时远处的大学生小黎急忙招呼众人 这边安全 话音当落 文重突然出现的敌手瞬间扎入其大动漫 众人随即一愣 没等上前枪被抽出 不许动 举枪的竟是身后叛变的红毛女 都怪那个狐狸精 罗伊 让开 让我杀了她 而此时躺在血泊中的小黎死不瞑目 我特么嘎的也太憋屈了 与此同时门被推开 来人正是恶霸张三 看到来人红毛女表情逐渐变态 并表示让恶霸杀了眼前这个女人 如你所愿 紧接着恶霸老二巧妙地将凯莉捆绑在怀中 并死死地按住嘴巴 风水轮流转 这下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吧 说着手上的动作丝毫没有停下 不断地撕扯着手里的衣服 而此时恶霸张三一步上前抢夺了红毛女手中的枪 二皇子后动扳机 警察罗伊瞬间倒地不起 你怎么样达人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红毛女大喊出声 可谁知下一秒却被另一只恶霸牢牢拿捏 这下没有讨厌的苍蝇 兄弟们来一起享受美食 说着就像凯莉伸出了咸猪手 只见本身西伯的拳手 被徒手撕得面目全非 猥琐的恶霸抱着凯莉的大腿 开始了细细品味 并出烟布折磨个三天三夜 都浪费这土 当即又疯狂地开始了撕扯 只怪衣服材质太好 小刀不得也加入了战斗 突然身后的响动 让其停下手中的动作 随即招呼团队成员去放风 自己却毫不羞耻地继续行动 同时面对多人 凯莉已经放弃了抵抗 心里默默期待自己的白马王子 能及时出现救场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众人身边飞速冲过 出现在眼前的 竟是一只接近疯狂的码头怪 正当凯莉与大哥 你弄我弄之时 恶霸张三却被一道黑影 抓住脑袋滴溜在空中 撕心裂肺地喊叫 瞬间传遍了房间的某个角落 强大的力道 使得张三不断挣扎 然而却是那么的无力 鱼光扫了去 一只猙獰恐怖的嘴脸 映入眼帘 救命救命啊 这时只见丧昆手掌发力 张三的西瓜直接炸裂 残暴的现场 使得众人冷汗直流 突变力量寻 丧昆出现危险程度高 建议宿主逃跑 面对这般压迫感 失足的旁人大悟 刘峰暗道不妙 刚刚自己独自引开她 果然追过来了 并表示让凯莉先后退 话音当落 丧昆的攻击悄然将至 刘峰拉着凯莉闪身躲避 不料其他人没能逃过 被触手贯穿身体的命运 实在是猝不及防 见状刘峰急忙摆出攻击架势 一声大喝 口中的火焰随机停满出 伴随着并具的平衡 一股子烧烤味弥漫在空气中 被切断出手 丧昆成了凹凑势 看准时机 刘峰一步上前 主要却被丧昆一锤蹦飞老远 稳住身形后 凯莉急忙出言观星 感受着胸口剧烈的人 这力量型丧昆就是强 幸亏用武器挡住了攻击 不然肋骨可能就碎了 眼看丧昆逐渐靠近 可谁知下一命 一辆是 越野车破墙而入 精准地撞击到丧昆的身上 咦 刚刚好像撞到什么了 来人竟是沙马特组织 哈哈哈哈 马头仔没想到是我吧 说吧小弟却指向 刘峰身后的女人 真事情 得来全部费功夫 经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郑某是凯莉的未婚夫 也是悬赏组织来寻找此人 见状刘峰心想 如果凯莉被带走 自己邀请加入避难所的任务 就没办法完整了 突然灵机一动 凯莉你听我说 说着手便向其抓取 不料却抓到了一个 软绵绵的家伙 与此同时 碾压在车底的丧昆 也微微有动力 这只丧昆只因看 老杨视频点了一赞 不仅变得力大无群 触手还能伸长三十年 敢问老体们羡慕不 就在刚刚 凯莉软绵绵的家伙 被徒手抓住 见着刘峰连连道歉 看着漠不作声的凯莉 不料却发现自己的手 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尴尬的急忙抽离 尽收言笔的独眼女嘴里喃喃 有了未婚夫还这样玩事吧 真是不要点闭脸 闻言凯莉不悦正要开口 却被刘峰打断 够了 随即抱起凯莉 说明了一切 痛斥了其未婚夫 正某的种种恶性 并出言不能跟眼前的人离开 说罢凯莉陷入沉思 想清楚了吗 凯莉女士 话音当落 却等来的拒绝 听闻独眼女气愤不已 自己为了此次任务损兵折将 带不走眼前的女人 就无法完成悬赏 又想起刘峰这个克星 三方五次的破坏行动 还帮自己觉醒了个奇怪的癖好 瞬间弃不弹错 而此时身边的异动 将他拉回现实 只见被撞阴的丧坤 缓缓起身 并举起了几吨重的车子 砸向你 刘峰你恶魔的又算计我 居然把我引到丧坤这里 文言刘峰表示 是你自己撞的丧坤 并不关自己什么鸟事 说罢去发现丧坤 被切断的触手 以肉眼可电的速度升长 路让行丧坤 持续进化中 危险程度持续提高 请尽快逃跑 见状刘峰拉起凯莉 转身就跑 气得独眼努力 垂胸顿子 大姐头 后面 没跑几步的沙马特 众人转头看去 逃跑途中 刘峰急忙拨通了李星的电话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队友 也忙不择路的 在商场与丧坤厮杀 随即刘峰说出了 刚才和巨型丧坤的经历 并询问干掉他的办法 听闻李星一乱 干掉他 除非 抬头看到 对他细皮笑脸的瞎人 顿时有了主意 我想到办法了 你赶紧来二楼 于是刘峰拉着凯莉 急忙冲向出口 打开通道房门 两人呆愣在当场 出现在眼前的是 一大群争龙虎妇的丧坤 完了 是失朝 如果这次没死 作为报答 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 如果死了 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就在刚刚 刘峰和凯莉遇到失朝 黑压压的桑坤 挤满了楼道 这么多桑坤 我到底该怎么办 糟了 是失群 或许我该放弃吗 喜同 不 妹妹还在等着我 刘峰 你走吧 不用管我 不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凯总得罪了 你干嘛 做完了 我要做那个东西 冲破失群 喜同改造 这是 好了 让桑坤尝尝我的厉害 他是在颤抖吗 原来他也会怕 这样的笨蛋 居然会穿越城市来救我 凯总 如果我们无法冲破丧失群 那我们今天就命丧于此了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如果死了 就当还给你了 如果这次没死 作为报答 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 凯总坐好 衣服盖上吧 我们走 尽头有一座卷闸门 我只要突破丧失群 关下卷闸门就可以活命 糟了 车轮被碎石卡住了 就差一点 出口就在前面了 难道我要命赠于此了吗 死 我被抓上了 幸好之前注射了疫苗 不过就算免疫病毒 我也会被尸群撕成碎片的 咦 这是灯 电闸 选连门 有了 死里 趁现在 出来了 你们给我老实待在外面吧 活 活下来了 开走 我们成功了 没事了 完了完了 男主刘峰这回真的是要大获临头了 而这一切的一切 全因再次进化的力量型丧昆 原来就在刚刚 刘峰从失群中死里逃生 便急忙与队友会合 不料两女人一见面 就开始了互洽 可谓一山不容二伙 除非一公一母 可男主却想着 通通收纳在后宫 看着额头的口红印 理心反手就开始了家庭教育 被无视的单身大眉毛急切地呼喊众人 别特么调情了 我已经准备就位了 我也好了 刘峰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准备做陷阱来对付那种变异丧昆 没过多久 屋外便传来了动静 两个小嘎嘎队友成功地把丧昆吸引过来 招呼两女离开后 刘峰果断做出攻击架势 看着逐渐靠近的丧昆 立马一步上前 接触的一瞬间 按道不妙 净化后手臂的丧昆又变强了不少 与此同时 队友已各就各位 却发现刘峰已被摔飞到墙上 扣也扣不出来 危机关头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出意外 大眉毛的手竟被电线牢牢缠住 丧昆大哥等等 我有话说 你相信光吗 话音当落 甘大的气氛都快扣出30亿听 不料丧昆被这无脑的操作者更加愤怒 可就在这时 把身影急速重来 用力劈砍 丧昆的手臂随之断裂 快执行计划 只见刘峰不断地与丧昆周旋 大眉毛艰难地操作 快炸呀 下一秒 一声爆炸而来 烟雾中刘峰缓缓睁眼 却发现巨大的瞎人还坚强地树立于此 剑状队友只能用力去推 理心开枪掩护 可谁知子弹射其身上 几乎不起作用 快让开 队友大喊出声 避之猥琐的瞎人 雕像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冲向丧昆 伴随着一声巨像 众人长输一口气 终于弹掉了 可谁知下一秒 队友脸色突变 只见丧昆勾搂着身体人强地举起了几顿重的雕像 令刘峰始料未及的是 刚被切断的手臂又在进化掌出 随即刘峰提醒 理心使用爆裂弹 说着手便向弹甲伸去了 而此时刘峰正要用磁力手套吸取掉落的武器 可惜还在组装 丧昆好似抓住时机 果断出手 尖锐的触手急速向刘峰攻来 女人意外获得了一个待定的小玩意 竟毫不羞耻地扑倒了男主 还被队友发现 这是什么操作 紧接上集 刘峰在生死存亡之际 不要变异丧尸竟然止住身形 原来是独眼女及时出现 刘峰十分愕然 好在独眼女并不记前嫌 还出眼马头仔只能被自己嘎掉 见此情形理心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组装好爆裂弹甲后 就打算试使其威力 开枪的一瞬间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他 也被子弹冲击力震的全身苏玛 与此同时放开 子弹穿透皮肤又再次爆炸 强大的威力使得众人瞠目结舌 射击结束后 李星只感觉自己肩膀被震了一波久 这时磁力手套也组装完毕 只见电锯迅速落入刘峰手中 下一命 用 身受重伤的丧尸瞬间倒地不起 击杀突变力量型丧尸 任务完成 刘峰的手随即向丧尸头部伸去 突变形丧尸精华已经获取 并表示要拿回去给妹妹使用 手次击杀力量型丧尸 奖励一百积分 精华可以帮助妹妹苏醒 请诉主妥善保管 看着手中的精华流风喜出望外 与此同时另一边 凯莉正在极力地给保安大叔解释 超市队友被害的真相 由于保安大叔和小孙外出才得以姓名 可就在这时 独眼女的说话声 让众人变得警惕起来 见状独眼女转身冷哼 你的命是我的 可别先死了 下次见了 把头仔 闻言流风猛逼的挥手 却发现系统面板弹出 通话对面的沙拉表示 避难所已经升级完成 面积也扩大了不少 避难所升级到两级 可扩建温室 建造作战符建造所 医疗室 传送门 看着系统介绍 流风觉得升级后的选项 都有很大的用途 果断花费积分做了扩建和建造 转身却发现凯莉投来炙热的眼神 还记得当初冲破丧失群时承诺 要答应一个条件 便急忙询问 是否愿意加入避难所 收到肯定的答复后 任务完成 凯莉加入避难所 奖励积分5200 于是立马观摩起凯莉的资料面板 十分钟后的商场 众人齐聚一团 面面相去 流风一步上前 信誓旦旦地吹嘘起 自己活种计划负责人的身份 并邀请众人能够都加入避难所 对抗漠视 自信地演出过后 却发现众人嫌弃中妞 带有笔 就你 一身地摊货 还计划负责人 小黑屋996 传销组织的话语不绝于耳 听闻流风脸色一黑 李星急忙出来帮忙 并以自己的名义保证避难所的真实性 话音当落形式立刻逆转 加入加入 必须加入 李星大人太酷了 于是流风做好部署 搜寻有用的物资待会回基地 自己需要回家一趟 众人便开始了行动 不料凯莉却招呼流风上前有话要说 狭小的房间内 凯莉不断询问流风刚刚所说的真实性 说着手不自觉的像某带电物体摸取 流风 你刚刚是骗人的吧 没等流风回应 身边突然出现的丧尸 让其大惊失色 听到动静流风转身一脚踢出 顺时搂紧凯莉的腰 屋内的响动被李星注入 好奇地伸头看去 门缝中却看到凯莉扑倒流风的画面 身边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带电小蓝衣 末日下的狗子到底有多巧 光天化日竟对主人接干而起 就在刚刚 凯莉为躲避丧尸攻击 巧妙地将流风压到身下 不巧被路过的李星看到 门缝外的李星显然没有观察到全局 心里暗道就不能注重场 不知羞耻的两个家 殊不知屋内的丧尸缓慢起身 由于电锯没电无法使用 流风当即看向身旁可用的物理 便开始马不停蹄地改造 与此同时丧尸已经逐步接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流风果断将制造好多武器 抽入丧尸的子冲 丧尸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这么长的一根棍子做好 令他更加绝望的是棍子还会发电 可怜的丧尸就这样被流风活生生地玩死了 正是刚刚用棒球棍和电击小玩意合成的武器 称之为颤抖小电棍 由于刚刚惨烈的战斗 此刻流风已经翻身做地主 身下的凯莉早已面红耳赤 听到屋内的响动 李星竖起大耳朵仔细聆听 各种言语让他响入非非 偷偷看去果然出乎自己意料 当即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屋内两人也缓缓起身 看到又就自己一命的流风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继续 闻言流风撒鸭子就跑 有什么事等到避难所再说吧 看着不断远去的流风 凯莉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附近的街道很是淘杂 形态各一的丧尸正在忙碌地寻找猎物 殊不知一道身影急速地穿梭在丧尸群中 正是手拿颤抖小电棍的码头馆 正当流风鼎气名神准备再次冲出 却被一声一响打断 转身却发现一只嗷嗷待哺的狗子 对着主人接杆而起 流风心里暗道这主人是造了什么命 都变丧尸了还得受这七尺大 不忍心再看下去 转身正打算继续赶路 可谁知下一秒 远处枪声传来 码头随即炸裂 就连身后的狗子也难逃性命 一撮狗毛瞬间消失 吓得狗子扭头就跑 拥有系统的流风 被战动力机甲 谁才能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流风回家途中 遭遇狙击枪埋伏 第六小队呼叫总部 目标附近发现 可疑码头突变形丧尸 通话对面正是卫生部长正猛 把目标带回来 阻拦者一律格杀勿论 得到命令的狙击手 按道自己出手 就连一只苍蝇都不可能放掉 可谁知下一秒 却看到被打掉头的码头怪 正在接到疯狂乱窜 流风此刻很是猛逼 自己也没有什么仇假呀 差点被爆头原地去世 即可召唤系统帮忙分析 站到分析 狙击手位置在东南方的大厦楼顶 流风不断走位并默默祈祷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这次回家的目的 正是要看看邻居许阿姨的状况 邀请一起来避难所 善良的许阿姨可是在末日前 不少帮助过他们兄妹呀 逃跑途中系统声音响起 结责任务 前方检测到变异种能量一出 任务一 要投离开 生存率100% 任务二 调查此事 奖励1000积分 生存率10% 看着前方动力 流风果断上前打算一探究竟 不料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的 竟是郑祖军操控的动力机甲 发现活人 执行命令 灭口 流风当即一愣 按道这丝不讲武则 当见面就想置自己于死地 于是一忙弄武器抵挡伤害 撞击了一瞬间 操控机甲的人员大惊失色 真不敢相信一个普通人 竟然能徒手抗住机甲的权力一击 可谁知流风是拥有系统 强化过力量的男人 接着便抓住机甲开始的能源吸收 只见机甲能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弱 直到被吸干 没电的动力机甲就如一团废铁 再也翻不起什么浪化 看着眼前的杰作 流风按道自己简直就是机械克星 检测到可升级全套零件 建议收集 文言流风仔细看去 眼神里充满了炙热 你不要过来啊 我是男人 显然机甲兵并不知道流风真正的意味 公布前套升级成功 随着系统提示音 零件缓缓组装到拳套上 焕然一新 拳套升级新增能力 一 佩戴拳套是增加左拳力量 二 增加钢铁飞拳 有点意思 流风当即打算试试着新能力 楼顶的狙击手还在不断寻找着流风的去向 殊不知远处一个不明物体急速飞来 正当他还疑惑之时 拳套已经仅在支持 半个地方了 狙击手被瞬间淹没其中 搞定 飞出去的拳套又自动归位 随后流风便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 他得赶紧回去看看 附近大规模的军队行动 显然有些不大对劲 没过多久 便到达小区 流风远远观望 却发现自己千辛万苦寻找的邻居 徐阿姨和他的女儿李雨萱 竟被军队控制 这是什么情况 在刚刚 流风亲眼目睹徐徐阿姨和他女儿被士兵控制 手无腹机之力的母女被手套牢牢捆绑 见状徐阿姨恳求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 不料士兵丝毫没有怜香惜玉 当今挥动手中的武器 被打倒在地的徐阿姨立刻露出痛苦神情 不甘地缓缓爬起 看着柔火身材般的富人 士兵随即就想上前安慰 可谁知下一秒 身后拿着颤抖小电棍的流风悄然出现 用尽全力当头一棒 被打中的士兵支听艇的原地去世 队友见状不妙 没等开枪就被飞拳击中脑袋 倒飞几百米远 随后流风急忙上前抱起受伤的徐阿姨 母女这才看清来人 于是急忙询问状况 红女儿口中得知 自己母亲自末日爆发后一直卧病在床 直到刚刚被士兵抓获 还注射了一种不知名的药剂 话音当落 远处其他士兵队伍逐步靠近 看到队友惨状 果断举仓射击 逃跑途中细子声音忽然响 后进检查到变异种能量波动 请速逐小心 流风越发不对劲 这还是除妹妹外第一次发现变异点 慌忙扭头张望 不料远处刺眼的光亮 引起了流风的注意 一声枪声传来 小腿被子弹划伤 猝不及防的两人当即摔落在地 原来是刚被爆炸淹没的狙击手 哈哈哈哈臭小子 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流风缓缓起身 他已经猜到大白 与子平时枪声再次响起 却发现徐阿姨正奋不顾身地 挡在自己的身前 看着奄奄一息的徐阿姨 流风瞬间呆愣当场 远处的狙击手还在幸灾乐祸 保准下一枪就干掉 而此时流风悲痛万分 急忙上前 只见徐阿姨痛苦地表示 自己已经得了绝症命不久以 还让流风照顾好自家的哑脑 说着流风便看到自己手里血液的影子 阿姨这病是 黑血病 看到没有答复的流风 眼神涣散的徐阿姨开始恳求 答应阿姨 求求你 话音当落 便停止了心跳 流风当即呐喊 我答应你 答应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总是无法守护至亲之人 看着缓缓包围的士兵 都怪自己 怪自己还是太弱小 悲伤的情绪不断蔓延开来 郑部长 目标被误杀 已经死亡 愤怒的流风恶狠狠地盯着身边的士兵 缓缓抬头 却被十几个士兵齐刷刷的举枪瞄走 然而他却没有发现徐阿姨的手在微微颤抖 飞机系统声音响起 警告警告 发现强大的变异中能量波动 等级未知 警告警告 变异中出现在身后 请速着立刻离开 当听到系统提示后 流风缓缓转头向身后看去 与此同时一根触手急速向他们攻来 士兵立即举枪防备 而此刻流风被眼前的警箱吓出冷汗 立即抱起身边的李雨萱躲避 只见刚才活生生的士兵 竟都被触手贯穿身体掉在板空 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生物早已超出了流风的认知范围 庞大的肉球好似一个心脏 而徐阿姨就在其中 警告 变异中在进化 请速着离开 随着巨大的动静 大量的丧尸闻声而来 密密麻麻的出手就像血管一样不断蔓延 他似乎缺进化养分 主动吸引了大量丧尸过来 流风看啥了 终于能量波动来看 该变异中超过了突变型丧尸 甚至超越了精英级 灵主级的能量 系统更新中 重新划分能量等级 此等级为天灾级 身边的活物都被穿了个透心娘 唯独避开了他和李雨萱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股恐怖的压力 使得自己身体根本不受控制 动不了异点 系统随即做出解析 这或许是世界上第一只天灾级变异种 根据能量系统 将丧尸的等级 划为六个级变 感染级 普通丧尸进化大概是感染级 突变级 突变型丧尸为突变级 精英级 深淵级 临主级 天灾级 而这只变异种的能量 就属于天灾级的范畴 简直恐怖如斯 只见触手贪婪的吸取了丧尸身上的能量 而丧尸正与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点 随着时间的消失 这颗触手连接的心脏跳动声逐渐变快 下一秒 一只手掌突然从心脏人伸出 看到来人 刘峰指着的熟悉又陌生 正是变异的徐阿盈 分测到变异种 运算出现bug 无法解析能量数值 宿主生存率百分之零 感受着这般压迫感 就像是被野兽盯上了一样 警告 警告 宿主尽快离开 与目标能量等级差异过大 看着近在咫尺的恐怖变异体 李雨萱随即出生 他似乎感应到了李雨萱体内的血脉 刘峰这才恍然倒 按道刚刚触手刻意的避开他俩 原来是因为李雨萱的血脉关系吧 他失去了感情和记忆 以升华成为了全新的物种 看到远远离开的徐阿盈 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能一瞬间就将周围上万只生物灭灭 简直就是行走的天灾 远处的狙击手目睹了一切 早已汗流加倍 急忙给组织汇报 正部长变异体出现了 接下来应该如何行动 花音当落 只见狙击手的身体迅速膨胀 直到化为一粒长 变异的徐阿盈依旧没有回头 好似知道结果一般 与此同时电话另一边 正部长狠狠地敲打着桌面 真是一群废物 系统阿盈还能救回来吗 地难所生至五级研究疫苗 或者找到新的血清 像你妹妹那样注射进其体内 则有机率恢复人性 愿意肿离开 恭喜宿主存活 系统分析它可能要前往市中心的柱巢继续进化 看着远处的背影 刘峰心想 阿盈自己突然不想努力了 这个男人末日前只会送外卖 可现在却拥有一座超级地难所 紧接上级 天灾级的徐阿盈前往市中心 由于刘峰手中暂时没有血清 也无法搭救 只能从长计议 与此同时另一边 刚刚加入组织的队友 正忙碌地搬运着商城收集来的生活物资 李星很是好奇 这刘峰回的家怎么这么久 一天过后 刘峰等人也及时与队友会合 众人满载而归回到避难所 进门的一瞬间 刚加入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成不起我呀 原来当初刘峰说的避难所 竟然真的存在 而且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只见沙拉熟练地做着介绍 我是刘峰的秘书 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参观 有什么疑惑都能解答 说着 凯莉便询问起了更衣室去主 跟我来吧 母狐猎 看着远走的俩人 流风思虑万千 而此时 凯莉带领新加入的小伙伴 开始了介绍 避难所都是由人工智能管理 除了原有的五大设施外 又新扩建了作战服制造所 医疗室 传送室 还有二级的温室 现在看到的是一级作战制造所 通过材料或者积分 便可以无限制生产房具 全自动一体化 这个是医疗室 同样可以生产一些基础的药品 例如消炎药 抗生素 酒精之类的物品 医疗室还可以做简单的急救手术 这个科技十足的是传送门 目前只有所长流风才可以使用 需要在另一头搭建便捷装置 就可以传送 每天一次 可穿搭的物品重量超过两吨 包括活物 升级后功能会更强大 现在看到绿油油的是二级的温室 系统改良后的种子 成熟周期很短 依据现有的成员储备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还有卧室 厨房 抽水是能源室 请跟我来 话音当落 只见参观的队友已不受控制 嘴里还难难熟食 床 热水 我们来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刘峰和李星正感叹避难所的变化 殊不知 却被身后的声音打断 看到来人 李星立马不悦 怎么哪里都能看到 你这只母狐狸 只见一身作战服的凯莉 缓缓走近 我想建一个指挥子 来统筹规划 发现特殊建筑指挥中心 是否花费一百积分建造 指挥中心 隐藏图纸 只有特殊人才能解锁的建筑 商店没有图纸出手 指挥中心功能未知 文言刘峰一愣 还有意外收获 隐藏图纸 那必须建造 靠除积分建造 将于一天后完成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已到傍晚 经过这几天的外出 刘峰终于能惬意的泡个热水澡 避难所升级到二级后 浴室也成为了公共澡堂 刘峰只感觉系统贴心 这时突然听到 身后突然的响动 刘峰急忙扭头看去 不料却看到了 妹妹和李雨萱正急速冲来 妹妹正是吃下 突变精华后苏醒 还恢复了一些记忆 说着丝毫没有停下动作 俩人缓缓进入澡堂 下一秒 刘峰大喊出声 为了分散注意 刘峰只能不情愿的 说起了许阿姨的事情 雨萱 那个 实在对不起 我没能救下阿姨 看着漠不作声的李雨萱 刘峰突然心虚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殊不知下一秒 一击头垂袭来 刘峰哥哥 你不要有任何负担 这个不能怪你 如果没有你的 出现我早就死了 妈妈虽然变成了怪物 起码还活着 都是那些混蛋的错 文言刘峰陷入沉思 只感觉眼前的李雨萱 遭遇的太多 心里莫名的有点心酸 都怪这个末世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一定把你 当亲妹妹一样保护 徐阿姨也会就回来的 次日清晨 刘峰刚起床 就发现了一个 指挥所建造完毕 只见三女为座 在指挥所好奇的研究 这科技满满的指挥所 甚至连军方都无法比拟 刘峰的系统 到底有多牛逼 一夜之间 就建成了科技十足的指挥所 更夸张的是 指挥所竟能通过 人工智能破译密码 成功地捕获了一颗 失联的卫星 就连基地各项资源 也完美的数据化 通过收集能源 就能获得制造物品的资源点 简而言之 资源点类似于系统积分 但跟积分没有关系 可以理解为游戏消费的金币 每次制作 只要统一向刘峰申请 基地就会扣除资源点 自动生产所需要的物品 指挥师建筑 被分割为三大板块 指挥师 私人宿舍 暂时由女性居住 独立的所长室 其他男性 住于普通宿舍 然而随着队伍的壮大 基地也需要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 那么到底是民主制 还是专项制度呢 刘峰陷入沉思 自己拯救人类的后宫之梦 是要来了吗 想到这里 刘峰不断思索着利弊 不料理心不耐烦道 有那么麻烦吗 并表示 完全可以当领袖搞专权 毕竟基地的最高指挥权 还是刘峰 听闻其余众人也很是赞成 刘峰很是挤压 毕竟眼前诸位 都是曾经上流社会的高管 难道真的愿意九居人下吗 想想即将实现的后宫梦 心里不以为然的偷了起来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么我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领袖 接下来便开始了人事任命 凯莉为基地总管事 李兴为安保主管 沙拉为秘书长 大家都是基地的核心成员 一起为复兴人类的事业努力吧 说着一股清流从鼻腔里涌出 看着火气旺盛的刘峰 总感觉你在想什么不好的东西 文言刘峰否定 这是自己是上火导致 心里去想着 小样你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 看着为所傻笑的刘峰 凯莉暗道 你可不把想法都快磊上了 随后便继续开始了任命 大强小孙成为了李兴手下 负责基地安保巡视工作 大眉帽是电工和身后的小羊 负责能源室的维护修理工作 任命结束后 作为基地总管事的凯莉表示 后期也会出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出来 能者多劳 现如今还需要大量招募人手 组建物资搜索小队 随即沙拉连忙附和 早上已经用卫星发送了招募信息 只要有收音设备就能够收到 说着指挥所传来了通报 有人类抵达基地门口 通过监控画像 两女一男正树立在门前 警惕地打量着周围 没过多久 大强小孙成功接应到幸存者 你们好啊 我们这是在等谁啊 红毛急切询问 不该问的别问 我们首领马上就来了 闻言幸存者窃窃私语 这人好凶 不会有埋伏吧 话音当落 三道身影悄然将至 红毛仔细打量起来 啊 这气质 随即便拱手说道 阁下如此气宇不凡 想必一定是首领了 我们收到招募信息 前来投奔 还望多多关照 闻言刘峰自信心瞬间膨胀 带着王霸之气伸手上前 哪里哪里 我们隐欢 赢 不料与红毛擦肩而过 只见一脸谄媚的红毛 紧紧地握住凯莉的手 首领你好 刘峰尴尬地放下手 此刻就想找个洞洞钻进去 不好意思 他才是首领 红毛当即一论 随即立刻拱手上前 不愧是首领 如此气宇不凡 我们三位 话还没说完就被刘峰气氛打断 很是无奈地表示 可以同意加入 但基地不养闲人 红毛连连点头 确认加入后 急忙打开队友面板 突然无测的心情提示 吸引了刘峰眼球 仔细地看着系统简介 这个人竟然是 间谍 然而刘峰假装镇定 没有立即捅破 按照要看看 哪个白痴敢惹到自己头上来 就在刚刚 刘峰发现 新加入基地的某个队友 竟然是间谍 为了不打草行动 并没有当场揭穿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就到天亮 睡意朦胧的刘峰 惊奇地发现 年人的妹妹 竟然跑到了自己的床上 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误会 打算将其弄醒 就在这时 李星突然推门而入 没有防备的刘峰 显然是没有防备 见此惊惊 李星十分愕然 真汤舞变态 转身离去 并没有给刘峰解释的机会 我跟你说 我们所长室的死妹控 可谓好事不留名 坏事传千里 与此同时 其他队友也陆续来到打厅 基地资源点减二十 制造初级防弹衣 工程师衣服 防暴盾 所长 这装备太得尽了 听着队友的吹破 刘峰瞬间忘记了烦恼 洋洋得意 不料身后的沙拉 突然将刘峰拉回现实 俩人当即来到控制室 只见沙拉表示 从新加入队友口中得知 政府在城北建设了一座大营 正在广招幸存者 为声部 郑某也在那里 听闻刘峰没有犹豫 必须得去调查一番 规划完路线 凯莉表示 路上有自己投资过的监狱 有武器库 可以顺道碰碰运气 话音当落 系统声音随即响起 任务更新 一 理达幸存者大营 调查郑天雄 奖励2000积分 二 抉择任务 放弃前往监狱 生存率100% 奖励五 前往监狱获取枪支 生存率40% 奖励6000积分 三 拯救李寒烟 长期任务 生存率0% 奖励1万积分 看着系统任务 刘峰很是惊讶 这里寒烟 到底是何方人物 经过两年半的会议探讨 最终每人都有了外出任务 凯莉将组建二队 以大强小孙为核心 探索周边的资源 刘峰则带妹妹一起外出 完成系统任务 最后 刘峰又向凯莉 透露了间谍的事情 决定要将计就计 找出背后势力 一举消灭 看着缓缓离去的刘峰 凯莉按道 这人真是手眼通天 刚加入就能发现谁是间谍 果真厉害 回到所长室后 刘峰决定做好外出的准备 好好的升级变强 避免再次出现队友伤亡的情况 看着自己的面板 上次外出后 连升三级 声望也从末日难民到平民 只可惜 枪械制作得到末日精英才能解锁 积分倒是积攒了不少 于是决定给队友 先整两只性价比最高的一秒 回忆着先前的战斗 功夫大师天赋 似乎作用很大 好几次都无意识地能挡下攻击 于是果断开始了加点 功夫大师加四 升至八级 铁匠加一 科学家加一 属性缩哈 力量由臂 升级至臂 加完点后 刘峰突然感觉不妙 只感觉自己脑袋中 正在植入很多信息 非常痛 科学家天赋获得等多改造知识 功夫大师升级至终极 获得新能力 赛 博 武 学 听闻刘峰欣喜若狂 好厉害的能力 博博武学将给予宿主 更多的未来格斗术 配合科学家天赋 将解锁更多的武器图纸 以配合武学套路 甚是丰满 但多是近战 还是有点小小的缺陷 想到这里 刘峰突然灵机一动 便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开始了改造 第二天基地大厅 好 我们出发 只见刘峰焕然一新 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面对兄妹俩再次出击 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就在刚刚 刘峰兄妹俩外出行动 队友便开始清理基地附近的资源点 与此同时另一边 H是监狱外风平浪静 其内部早已暗流涌动 危机四伏 一群御警正在夺命狂奔 身后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 监狱内的犯人已经全体暴动了 女人警惕打量周围 却发现有生物缓缓靠近 定睛一看 原来是变异后的警犬 看过丧尸片的都知道 变异后的动物危险程度 远远高于同等级变异人类 只见丧尸犬急速向队伍冲来 看着被吓闪的队友 女人大声喊道开枪 然而 丧尸犬风骚的走位 完美化解了手枪攻击 下一秒 便有个刚刚开枪队友的脖子 血腥的一幕 使得队友大惊失色 与此同时 另一位女狱警 感觉身后凉嗖嗖的 转头却发现 刚刚身后追击的怪物 挂在前面上 正就是他们 还没来即逃跑便一丧尸 便发动了舌头攻击 而此时 俩只弩剑带着破空声急速飞来 一只钉住丧尸的舌头 另一只精准地 穿透丧尸的脑袋 与狱警大惊失色 赶上了 星童一人一只 救人 两只丧尸犬 似乎感受到危机主动出击 张开胖臭的大嘴巴 打算一口吞掉星童妹妹 小心 危险 可谁知星童反手抓住狗子的嘴巴 腾空一跃 旋转三百八十度 用力一摔 看热闹的女人惊呆了 接着 星童便抓起奄奄一息的狗子 徒手撕扯 一个呼吸时间 狗子被活生生地撕成两半 身后的刘峰也没有闲 一击爆裂弩箭精准地 射爆另一只狗头 爆裂弩箭 就是昨夜由爆裂飞刀所改造 很是实用 身后的动静 再次引起刘峰的注意 原来是刚被穿透 脑袋的变异丧尸 仅剩一口气 也要带走这个罪魁祸首 刘峰很是不屑 一把手紧紧捂住他的嘴巴 变异丧尸很猛逼 这家伙不按套路出来 可谁知下一秒 便原地去世 目睹一切的女人 被刚刚发生的事情 刷新了三观 这汤姆还是人类吗 一个小时候监狱外 几道身影正远远的观望 大祭司 东西已经送进去了 很好 这次必须让里面的犯人 加入我们皈依神教 末日下的监狱 到底有多疯狂 紧接上级 监狱外出现几个不速之客 监狱内部 一群犯人正虎视眈眈 等待即将入口的美食 被五花大榜的 小伙不断求饶 不料拿着火把 缓缓靠近的光头 丝毫没有动容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 已经晚了 现在知道求饶了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小伙被包裹在火焰中 用力撕喊 老大快看 那家伙被烧死了 身后远远观望的 正是这群犯人的首领 铁钳 首领表示 将其肉分给手下 现如今储备的粮食见底了 不够还是可以再嘎俩支的 听闻小弟胆颤精心的缓缓开口 还有一件事 那个子轩跑了 话音当落 首领铁钳脸色突变 一巴掌坚实的 呼到小弟脸上 抓起身旁的女人 狠狠地说道 半天时间 找不到就考你明白吗 身体倒地 不起痛苦声音的小弟 连忙复合 与此同时 监牢内的动静 引起了首领铁钳的注意 向我臣服吧 臣服我就放你出来 这个用小拇指做锻炼的本人 竟是政府对外作战小队 少校狙击手 紫英荣轩 另一边监牢内 刘峰正在耐心地 擦拭着妹妹的双手 淑女不要这样 暴力手撕药 弄得脏脏的呀 身旁的女狱警 还是没有回过 自己队伍都牺牲了三人 拿这些丧尸没有办法 这俩人尽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掉了所有的麻烦 真是小刀扎屁股 开眼了 可谁知下一秒 星童表示自己要喝牛奶 刘峰很是无奈 现在这情况 哪里给你找牛奶啊 看着星童手指的方向 刘峰一阵汗眼 于是急忙拉住 要上前的星童 女狱警当时害怕极了 看着猛逼中 又有些猛逼的女狱警 刘峰急忙上前询问 警官你没事吧 话音当落 不料被戴上了银手桌 只见女狱警严厉地说道 漠是不是你成为禽兽的理由 并讲述 针对未成年下手的法律规定 文言刘峰大惊失色 显然是被误会什么 经过解释 女狱警很不好意思地打开手铐 笑眯眯地说道 原来是兄妹啊 不好意思 我职业习惯了 随后 女狱警便开始询问监狱外的情况 刘峰表示 一切都崩溃了 并说明 自己来监狱寻找枪支的目的 你也来找枪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 得知枪械是要是 就在女狱警身上 而且想让自己帮忙 镇压监狱里犯人 并就出同事 枪械的话能拿多少 就拿多少 刘峰乐了 心想自己拥有传送阵 那就统统笑纳了 随即女狱警 边走边向刘峰分析 五天前监狱停电后 犯人铁钱趁机越狱 非法释放了全监狱的犯人 初步估计有百来号人 都盘踞在八楼狱场市 而枪械是在四楼 就算他们没有钥匙进入 也会有犯人把守 说吧 两人便到达了四楼 突然有声音吸引了刘峰的注意 红魔从门缝看去 好似看到了人间地狱 更令刘峰气氛的是 还有人拿手机 在拍什么不好的东西 紧接上级 四楼的某房间内 刘峰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原来 是小嘎嘎正在欺负一个花季少女 极可难耐的小嘎嘎 口水早已留下三千尺 不断厮守着少女的衣服 敢反抗的话 就把你扔锅里 跟你男友作伴 面对一群穷穷极恶的犯人 被捂住嘴巴的少女 没有了一丝抵抗 正当小嘎嘎们 准备大显伸手之时 身旁的同伴 像是吃了奥利铁 卡住了嗓子 痛苦地跪坐在地上 只见大门被用力撞开 流风像是脱缰的野马 急速冲来 猝不及防的小嘎嘎 显然十分猝不及防 白者何人 我奶 话还没有说完 这位一击训报拳打破脑袋 对有健壮 举起大铁锤打算偷袭 不料流风反应灵敏 转身高弹腿 瞄准小嘎嘎大脸盘子 连同坚固无比的大铁锤 也瞬间断裂 见此场景 最后一个小嘎嘎 早已背下的大小便失禁 别嘎我 我只是个屠夫 话应当落 只见好似恶魔般的流风 缓缓靠近 嘴里还喃喃 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混蛋 突然身后的动静 引起了流风的注意 让我来 伤痕累累的少女缓慢起身 当即捡起掉落的太刀 颤抖的接近小嘎嘎 等等 别打我 听我解释 随即一声声诛叫 小嘎嘎逐渐变得安静 原来是少女眼睁睁看着男朋友 被活生生的嘎吊主厨吃定 这才激发了内心的狂野 然而发生的一切 早已让她彻底绝望 没有一丝活下去的欲望 这时身后的流风 已来不及阻止 八楼的房间内 小弟普通跪到地上 老大不好了 四楼失手了 二当家嘎人魔 被人嘎死了 巡逻小弟目睹了一切 说吧 身体竟被铁钳牢牢锁住 双脚缓缓离地 紧接着一声声喊叫 回荡在房间追 有点聪明的老大脑瓜子一转 当即命令 老三去控制室 打开五楼以下的门 让外面的丧尸进来 花音当落 小弟前来禀报 外面有龟翼神教的人说 要来见你 兄弟们根本拦不住 龟翼神教 而此时 门口传来了几道脚步声 铁钳手里 别来无恙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看着缓缓靠近的一群人 铁钳脸色突变 今天是怎么了 什么人都来自己的地盘撒野 我是龟翼教大祭司塞西利亚 特来邀请你们 加入龟翼神教 直接来人 打开手中的盒子 吃下他们 你们将获得更强的力量 此物想必各位观众并不陌生 就是变异精华 然而监狱犯人却没有见过此物 看着蠕动的变异精华 很是疑惑 身后被关押的龙轩狠人远远观望 眼神逐渐变得犀利 却没人发现 被隐藏在身后的铁勺 这个黄毛有多强 仅用一根生锈俩年半的勺子 竟能成功越狱 当监狱众人 还在为眼前的东西疑惑之时 有个眼尖的小老弟 急冲冲上前通报 首领不好了 紫英龙轩逃跑了 剑状铁钳闪身前往关押处 却发现墙面上身不见底的洞穴 这时铁钳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斯每天在那做运动 就是为了遮挡洞口 挖洞越狱 紧接着只见铁钳菊花一几 因为他深知 这就是放虎归山 紫英龙轩只凭一人之力 就可以轻松扎掉他们所有的人 而此时身后的声音 将铁钳拉回现实 不用过于担心 只要吃下他们 你将获得无敌的力量 另一边枪械是 刘峰正在把玩着手中的大家伙 墙面上密密麻麻的枪支 早已让他眼花缭乱 什么芭蕾特呀 沙漠之鹰 AT47 S686 98K AWM 应有尽有 这些都是你的了 能拿多少随便你拿 说话的正是监狱警官紫萱 文言刘峰瞬间严肃起来 当即嘴里喃喃道 警官 你可要为你说的话父子了 话音当落妹妹调皮地 拽起了刘峰的衣角 紫萱很是疑惑 心想这兄妹俩 又在搞什么妖蛾子 刘峰一步上前 加入我们吧 我们一起在末世中活下去 紧接着 只见紫萱老脸一红 这这这 这也太快了吧 我们还需要再多了解了解 这脑回路 简直无敌了 就在这时 远处细微的声音被妹妹捕获 独自向着黑暗处走去 身后俩人还在侃侃而谈 却没发现 头顶通风口隐藏的危机 咻的一声 一根生锈两年半的勺子 悄然出现 刘峰反应及时 暴起紫萱闪身躲避 回头举起武器 立即反击 只见通风口被距离瞬间破坏 一道身影急速落地 来人正式哨笑紫萱 落地瞬间 紫萱龙炫一个弹射起步 迅速冲向刘峰等人 简直不讲武德 二话不说就攻击 刘峰心想 暴起紫萱立即反击 而此时 紫萱利用托马斯旋转 成功化解了飞来的弩剑 刘峰当即启动功夫大师 却没想到 紫萱龙炫竟使用连招 一招旋风腿不见靠近 启动功夫大师的刘峰 显然还有些吃力 经过7749秒的定身搏动 俩人最终谁也奈何不了谁 身手不错 文言刘峰瞬间一愣 龙炫学长 这时只见紫萱龙炫 也是很好奇 你认识我 说吧 坐到一旁整理起了战靴 顺手拿起被收压在这里的狙击枪 龙炫师兄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高中母校的学弟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见到你 当时你被特招入伍的时候 还是我们高中的榜样呢 也是我当时的偶像 说着紫萱龙炫 已经整理好武器装备 刘峰当即表示自己 有一个避难所 食物水源都很充足 邀请身边俩人能够加入 话音当骆子轩说明 只要能救出同事 加入队伍也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我拒绝 还是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只见紫萱龙炫头也不回地离开 任凭刘峰艰难挽留 既然你是我同校师弟 那就给你一个忠告 离我原点 我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说罢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 刘峰很是诧异 这师兄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十分钟后的枪械室 刘峰长呼一口气 这是什么东西 紫萱一问道 简易的传送装置 我准备把这个枪支弹药 通通传送回避难所 没等紫萱再次开口 刘峰果断按下开启按钮 刹那间 整个枪械室被奇妙的光线包裹 强大的吸力 使得墙面的枪支不断移动起来 接上集 刘峰利用系统的传送装置 一股脑清空了整间枪械室 紫萱警官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我那么多枪呢 这就全没了 看着一脸猛逼的紫萱 系统声音随即响起 正当俩人还在争论的喋喋不休之时 身旁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呦 在这打情骂靠呢 原来 是刚刚通过传送装置过来的李星 看到来人刘峰急忙解释起来 并表示 是所有枪支弹药 都是紫萱警官帮忙找到的 紧接着 又讲解起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转身 却发现 身旁的妹妹 既早已消失不见 没等刘峰有所行动 墙上音响发出了声 哈哈 紫萱警官 我知道你已经拿到枪了 但这还没完呢 外面的大门已经被我打开了 你们就等着被丧尸淹没了 闻言刘峰菊花一挤 顺感不妙 急忙冲出房间查看情况 不料身后轻微的响动 引起了刘峰的注意 放眼望去 伴随着轻微的嘶吼声 像急了粉丝的女朋友 警告发现突变形丧尸 刘峰大惊失色 又是突变形丧尸 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可丧尸并不想给刘峰思考的机会 急速向众人攻来 多亏刘峰反应及时 第一时间扑倒了身边俩位美女 一通一声 三人整整齐齐地摔倒在地 猝不及防的瞬间 显然是那么猝不及防 看官自行脑补 刘峰急忙道歉 对对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接着刘峰等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当务之急 先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一梭子下去 变异丧尸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成功地接近刘峰 张开胖臭的大嘴 就请亲吻上去 这谁知下一秒 一击训暴掌及时出现 被打飞的变异丧尸 瞬间四脚朝天 李星急忙上前查看情况 刘峰你没事吧 吃惊中的刘峰 完全没有感受到 脸部传来的触感 没想到自己一招 就干掉了一只突变形丧尸 赛博武学果然名不虚传 下次别这么冒险了 知道没 刘峰老脸一红 吱吱呜呜的说不出话 我感觉你有点过于关心 我了 话音当落 一股难以言表的情绪 涌入李星心中 慌忙说到 我只是不想对我死得太快而已 下一门 刘峰一步上前 放心吧 我命运不会死的 我们会一起活下去的 与此同时 房间内的音响再次响起 很好很好 真是精彩的表演 你们就是闯入武器库的人吗 我看你们身手不凡 不如加入我们归一神教宝 只要加入我教 你们所犯下的罪责 我可以既往不救 而且还能像铁钱首领这样 获得我叫赐予的无上力量 说吧子萱连忙开口 告诉铁钱 我们已经拿到枪了 赶紧乖乖投降 不然我们杀上去 哈哈 你们真的是太天真了 该不会以为我派了个普通角色 对付你们吧 说着身后的动静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便衣丧尸 勾搂着身躯 缓缓爬起 请不吝点赞